真活在这里的人 买保险送穿书 题材还能随便选 只要在死前收到这条转信 你就会进入轮回世界 遇见可爱的修狗馆女员 不论是浪漫霸总 还是奇幻团宠 选择好喜欢的小说类型 你就会获得新生 而眼前这个丧不拉几的女人 就是我们的女主了 一场车祸 她隔片 点了保险短信上的时候 她来到了穿书的等候大厅 想到自己死前 父母哥哥全部意外去世 年幼的她 被伯父伯母收养 原以为能有吃有顾 却活得猪狗不如 甚至长大后才发现 他们抢了爸爸哥哥的保险金 赔平金 还卖掉了他们家的房子 现在好不容易长大了 考上了公务员了 她死了 她不甘心 她让小狗狗给她安排的浪漫 奇幻传宠 她要吃最少的骨骨 最幸福的人生 狗狗笑着说没问题 怎料她小爪子厉害 系统审查结果显示 她穿的那本书生存难度 居然是S级 女人懵了 这本书她看不了 主角为了拯救 被地下城破坏的世界 一直一直一直死 剧情简直简直了 狗狗还在旁边庆祝 S级的难度 抽中的概率可谓是万分之一啊 已是心如死灰的女人 只想知道 她穿梳的角色是谁 我看看啊 您是欺负主角的 混蛋贵族家 被人欺负的 平民吓人的女人 女人累了 这就是个炮灰啊 狗狗却已经开始 催促她轮回了 告诉她不用太担心 穿梳后辅助系统汇报 可话没说完 她突然惊觉 您竟然购买了穿梳大礼包 您真是了不起 女人不明白那是什么 她还想问 就被狗狗踹下了轮回的门 就这样 伴随着她的爱人 新的金手指人生来了 在她还在确认 她的新面孔时 穿梳者辅助系统 连接并加在长工 上来就给了艾莱特个透视眼 目前在哪 身份是谁 谁很危险 全部一目了然 帮助她快速回忆起原著内容 但艾莱特还是很崩溃 系统大人啊 给你一个穿梳的机会 你就可以获得完美人生吗 不一定吧 你确保原著内容你全都记得 眼前的女孩就在为这事发愁 穿梳没问题 但剧情忘了呀 煞奈间一个书架拔地而起 辅助穿梳者系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表示只要是她买来看过的正品书 书架上都有 艾莱特简直简直了 有原著在手 岂不是天下我有 突然她灵机一动 系统还有没有别的福利呢 而话音刚落 系统就开始撒币 瞬间金灿灿的金币将她包围 足足有一亿两千万斤 全是买了穿越大礼包送的 并且用这些钱可以在商店里买到 没有道具你就啥也不够 有了道具 治疗做饭战斗 你可以点亮你想点的所有技能 这在书里活下去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小事 艾莱特顿时斗指门了 忽然房门被打开 你果然在这儿 快来人了 艾莱特躲在这里了 被她这一嗓子好了 纹身赶来的你 鼓掌目视的 你这个偷懒的米虫 还不敢快去厨房帮忙 这时又有两人闯了进来 见对方跟自己一样的粉猫 艾莱特一正 后面她才知道 眼睛男是她的父亲 是一名炼金术师 粉猫是她的哥哥普林茨 在府里给少爷当陪赌 至于那个看着就讨厌的女孩 是女仆长的女儿那里 他们母女 整天就是欺负他们一家 琢磨完人物关系后 艾莱特笑着同意去厨房 看着父亲和哥哥担忧的小表情 她则笑容灿烂 当即在商店里买了 大料理师的后裔的技能 就让这个坏蛋女仆长 见识下人民币玩家的厉害 之后她清水洗菜 夸夸一碰芊 拧拧胡萝卜和西兰花 全部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大蒜和洋葱也包好了 杏鲍菇也处理好了 奶油也打发得恰到好处 周围人都看懵了 觉得小姑娘也太厉害了 立刻就是各种夸赞 女仆长在一旁生气气 这跟她想的不一样 死后穿梳 还能有系统帮身 女主简直是开了金手指 坏人刁难她 让她去厨房干粗活 她直接点了竹神小当家的劲目 获得了所有人的称赞和好感 好奇小姑娘是怎么做到 休息两分钟 干活俩小时的 殊不知她的勤劳肯干 全是为了提升经验值 她猜测升级之后 肯定会有别的奖励 这时厨师长发话了 让她来尝一尝奶油萌汤 艾莱特抓住机会 表面上云淡风轻地咬了一手 背地里又开启了客金模式 点亮了19世纪品鉴 瞬间尝出来这汤 少了鲜味 建议厨师长可以放点辣椒粉提鲜 当即厨师长决定 艾莱特 你要不要学厨艺啊 顿时其余人炸 这人是出了名的挑剔 现在居然看中了个小姑娘 要收图 女孩却一脸地淡然说好 但心里也乐开了花 尤其是看见女服长那张赤饼 她别提有多高兴 之后她便开始了厨房的学习之力 姐姐们看她辛苦了 想要帮忙 艾莱特都会笑着婉拒 内心OS 马上就要升级了 我可不能把珍贵的经验志拱手让人 只是这活干着干着吧 她又觉得不对劲 怎么前世今生都在吃苦 说好投个好胎 做团宠闻的女主角呢 突然一声小爱传来 是哥哥下了课来看她了 东西放这把我来帮你 你赶快去休息休息 真是辛苦你了 或许是被这份笑容谎了神 这回女孩听话地坐在一旁 怎料哥哥的手上 全是鞭子鞭打的痕迹 于是她休息时掏出援助 找到艾莱特一家的描述 才得知父亲原本是个 很厉害的炼金术师 却因为遭到上级讨厌没了工作 担心父亲带着俩孩子流浪 之后被吉雷特伯爵看上了单纯好片 便用很少很少的钱 就让男人签署了奴隶条款 把自己卖给了伯爵家 此刻艾莱特看着不满伤痕的手 我们去找爸爸吧 至少要图点要高 哥哥听爸立刻拒绝了 他非常爱自己的妹妹 但妹妹过了四岁以后 就再没叫过他哥哥了 所以当今天再次听见哥哥俩字时 男孩瞬间热泪盈眶 艾莱特健壮 觉得穿梳前的援主 好像也不是个good baby啊 而且兄妹俩有过约定 不能告诉爸爸哥哥替少爷挨打的事 于是只能等干完活 去研究室拿药自己涂 可即便这样 哥哥就很开心了 因为妹妹说会给他擦药哦 这时一道尖锐的女生想起 哟 你们兄妹这是承洗碗工了吗 好可怜哦 每天洗碗的话手会破皮变粗糙的 艾莱特很不爽女孩的态度 突然系统提示到 她的厨神天赋升到了二级 即将解锁更多关于做饭的技能 定睛一瞧 哼茶两个大字 让艾莱特记上心头 而此时奈莉还在输出 嘲讽他们兄妹就是菜鸡 女孩也不忍了 一个铁头弓 就撞到对方的下盒子上 奈莉顿时生气气了要发飙啊 鄙视管教她的侍女长发话 不许胡闹 你是服侍夫人的人 举止怎么能这么轻浮 并问让她撑的茶叶撑好了吗 奈莉支支吾吾 一旁的艾莱特察觉这是个机会 立刻向厨师长请示 今天大家喝的茶可以让她来煮吗 她想亲自给努力工作的姐姐们煮个茶 放松一下 之后她一通操作猛毒 当然 主要是做给侍女长看的 当她推着小车车 上面摆着精致的点心和茶水时 我承认我尝了 哥哥也在旁边惊呼 妹妹真是太厉害了 而喝的人 一口下肚 犹如坠入仙境了一般 直呼也太好喝了吧 果然侍女长的兴趣被吊了起来 艾莱特在端着一杯茶 恭敬地请她品尝一番 只见女人先是浅浅地眯了一下 然后整个人就呆愣在了原地 你真是干了一件天大的厨师 六岁的女孩厨艺了得 还泡茶非常好喝 瞬间成了大人们争抢的宝贝 可明明死前的她 是寄居在亲戚家的小可怜 但穿书后 拥有金手指 还有花不完的R&B 让她想学什么技能 课经就完事了 于是喝了她煮的茶 是女长也提出要收她为徒 还不忘补到一旁的那里 她根本没有视察的天分 艾莱特略带犹豫地问着 让我两个都学吗 说吧 她眼神狡黠地看着气坏了的那里 那以后就请两位多多关照 之后她跟哥哥回了研究室 准备找到药膏给哥哥擦药 怎料一瓶都没了 此时艾莱特才知道 女仆长经常来偷药膏 说是用来当宝宝霜擦脸 女孩不免觉得 原主一家在这里过的日子也太差了 这时哥哥语气低落被影闷闷不论 等下次有剩的药你再给我涂吧 其实手上的伤也没那么疼 但好可惜啊 妹妹说会给我擦药 男孩这副我见游怜的模样 让艾莱特心有不忍 她立刻刻金 购买了练金术师后裔的天赋 这样她就可以练药 再给哥哥智商了 结果一看技能表 一级的天赋 做不了药膏 不过转念一想 做化妆品和香皂也是有用的 而且相信很快就能升级 就这样到了晚上 男人一回家 看到的就是累到睡着的梁小只 和乱糟糟的研究室 她以为他们是玩累了 目光却被桌上的瓶子吸引了去 看到女儿留下的纸条 上面写着她用爸爸的东西 做了香皂给佣人姐姐 美容药剂给伯爵夫人 男人有点懵 这些都是女儿做的吗 难道她的女儿是天才 打开一瓶 她涂在手上试了试药水 瞬间被这渗透力滋润感征服了 一点都不比赫莲娜的黑绷带差 看着床上的女儿 宝贝你太棒了 明天开始爸爸就教你练金术 前世她家人死光光 又被坏蛋亲戚霸占了家产 死后她穿梳来到小说世界 遇见了奶狗哥哥 和疼她爱她的好爸爸 还有银发小帅哥 本以为是场就属 毕竟在她做梦时 梦见生前的爸爸妈妈后 她不由地喊出了声 爸爸不要离开我 而鄙视男人握住了她的手 乖啊 爸爸在呢 在宝贝睡着之前 爸爸都会在这里陪你的 于是醒来的艾莱特 就发现自己一手一指 不过她偷偷离开房间 让爸爸哥哥继续睡觉 她则继续读起了原著 可看到小说中 男主来到伯爵府 长大后的哥哥接待她 居然领男主住的是她的房间 此时她才知道 她竟然除了是个边缘的小配角 还在原作中并不久隐 她仔细阅读着这部分剧情 原来在伯爵城深处 有一处被封印的地下场 有一次原主不小心去了那里 然后就魂丧当场了 艾莱特不由地握紧了小拳头 她穿书来的时候 就明白想活着困难重重 但她绝不会坐以待毙的 这么想着 她今晚也不睡了 她要把书给看完 找到活下去的方法 而次日干完原著的 她当即决定 购买传说的圣女天赋 学习治疗术 当个奶妈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 奶妈是非常尊贵的 男主就是没有合适的奶妈 才吃了很多苦头 怎料她神力觉醒到一半时 您不符合觉醒条件 无法觉醒神力 请先完成前置任务 艾莱特蒙啊 还有任务 之后她遍天都没亮地 跑去了神殿 开始了各种扫落叶 接着坐在那里祈祷 只是她姿势摆好 要祈祷些什么呢 前世今生她都是无神论者 结果这任务要求 未来的一千天 她都必须五点到七点间 在教堂神殿等地方 清扫家祈祷 想了一会儿 她质问众神 神了 扫地一千天 就能得到众神的宠爱 女孩的人生从此开挂 原本以为 穿梳后无限 而完并买技能 就够爽啊 没想到众神 听了她凄惨的故事 动了怜悯之心 竟为她创造了一个新的神派 表示今后只要她前程祈祷 那她就是神明在人间的使者 艾莱特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砸梦了小脑袋 她向神明启示 往后余生 绝对神在人在 但真实情况是众神发现 女孩压根就不用死 她明明可以活到99 是神搞错了对象 硬把她给穿过来了 隔天艾莱特更是女人 开心地摘着西红柿 突然竹框消失 抬头看去 一男孩恶狠狠地说道 普林茨的妹妹 你看什么看了 即便这是她第一次见男孩 却从这傲慢的态度中 猜到了她就是伯爵的无赖儿子 她刚想说这篮子是她的 男孩已经拿起西红柿 砸向了其他侍女和仆人身上 她高兴得哈哈哈哈 还嫌弃西红柿怎么这么少 都不够她娱乐的 让女孩继续多摘点 艾莱特很气气 这小子太坏了 可他哪里有反抗的能力 只能努力摘 陪着少爷努力玩 谁知正玩在信头上时 男孩忽然觉得手上黏糊了 低头一看 是重重在跟他打着招呼 她立刻哎呀呀呀地扔掉西红柿 艾莱特健壮 真不好意思啊少爷 都怪我竟然摘到了一个坏子 我帮您擦干净手 被重重吓到的男孩嘴硬说着不怕 磁溜跑了 本以为闹剧到这就结束了 这时身后响起一个女生 是奈利 她脸上写满了愤怒 我都看到了 你居然敢捏少爷的手 快说 你都跟少爷说什么了 艾莱特心想这丫头 怕不是喜欢的坏小子吧 她故意回了句不告诉你 怎料对方直接上手 妹妹聪明伶俐 哥哥却是个废柴 于是妹妹提议母亲 不如把伯爵成的未来 交给她来管理 不然给哥哥的话 很容易家族败落 母亲却只顾着 欣赏自己的绝世美颜 最近她心得了个美容液 效果嘎嘎好 这时是女长推来下午茶 看着卖相特别的甜品 比安卡和母亲尝了一口 发现也太好吃了吧 此时他们才知道 不论是精美的甜点 还是效果显著的美容液 竟都是一个名叫艾莱特的女孩做的 顿时刚才还念不拉击的 比安卡来了精神 她问是女长那个女孩在哪 她现在就要去找她 原来比安卡虽贵为千金小姐 却一个朋友都没有 不是交不到 是她要求高 跟她处朋友必须符合三点要求 品性好 有智慧 爱好优 但至今同时满足这三项的人还没出现 而彼时的艾莱特 正被奈莉揪着衣领 警告她不要打少爷的主意 她这种丑八怪还是别做梦了 被揪着衣领 她正愁怎么反击呢 突然看见伯爵夫人走来 还口出狂言 如今的伯爵夫人就是平民出身 她为什么不可以麻雀变凤凰呢 艾莱特一步步诱导 问这话是谁告诉她呢 奈莉得意洋洋 这么重磅的消息 肯定是她亲爱的妈妈说的呀 身后的伯爵夫人听不下去了 看来你们很看不起我呀 你年纪小 我不跟你计较 你说这话是你妈妈说的对吧 管家 立刻把这丫头和他妈赶出伯爵城 奈莉瞬间懵了 被拖走是哭天喊地 一旁的女儿安慰母亲 不要生气气 更加充满了欣赏和渴望 她叫住要走的女孩 母亲 我想让她成为我的朋友 伯爵家的小姐一个朋友都没有 却偏偏看中了家里的女仆 想跟她处朋友 可即便赶走女仆长这件事 让她看到了艾莱特的聪明之处 但真要托付自己 还是要先进行三项考核的 其中第一项就是读书 这能检验一个人的智慧 她让女孩书架上的书随便选 读书的姿势也可以随便写 而看着书架上的经济历史巴拉巴拉 艾莱特不明白 眼前小女孩这么成熟吗 并且玩半斤是来陪读的吗 不过她还是选了一本古言小说 只是看了一会儿 她提出想要换一本 比安卡注意到 女孩拿了一本圣经 她很疑惑 问为什么选这个 艾莱特回答得云淡风轻 不看圣经的话就无法理解文学 这一刻 比安卡承认她心动了 她瞬间觉得她好特别啊 不仅能准确分析出 自己需要学习的部分 还把枯涩难懂的圣经 当作渴求的知识去学 可事实是 艾莱特想看这里的古言 结果看不懂台词 因为很多内容都牵扯到宗教 但这一关 女孩通过了 于是第四天 小姐提出想要玩娃娃 艾莱特非常高兴 她小时候最喜欢跟哥哥玩娃娃了 而且看到小姐的娃娃时 她惊艳了 这也太可爱了吧 谁知比安卡分配角色是 她自己扮演可怕的公爵夫人 和忠心的是你 女孩子扮演出轨的公爵 和年轻奸诈的情妇 一听这个设定 艾莱特就不淡定了 她察觉到事情绝不简单 果然一上来 你这个勾引我丈夫的狐狸镜 我今天就要好好发落你 这其实是比安卡测试好友的最后一关 以往这个时候 别的小朋友 都会被她这个爱好吓跑 甚至根本无法理解她这个想法 次数多了 导致比安卡十分受挫 才会直到第四天才拿出娃娃 殊不知这种狗血的剧情 对穿书来的艾莱特 简直是小儿科 女孩交朋友有个特殊癖好 需要陪她用娃娃玩过家家 并且接受她喜欢的剧情 出轨公爵与奸诈情妇 联手欺负善良的妻子 可这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 多少有一点不合适吧 所以没有一个人 能达到比安卡交朋友的标准 原本她以为这辈子都交不到小伙伴 怎料家里的女仆 立刻get到她的意思 自然地接过话来 夫人 我没有勾引公爵啊 我才是那个受害者 作为见过世面的川叔女孩 年轻小说谁没读过个百八十分 这种俗套的剧本简直手道进来 结果她的回复 直击女孩心疤 比安卡激动地握住她的手 我可以叫你小爱吗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在她看来 寻觅已久的人终于登场了 他们约定从今天起就是好姐妹 没人的时候就不要称我 小姐这么声音的Title 可以喊彼此的小米 比比和特特 之后的日子里 平静而美好 爱莱特每天往返于清晨 给神明讲八卦 和陪小姐玩耍之间 这期间她的厨艺和炼金术 也都升级了不少 但她有一个疑问 伯爵府明明有这么聪明的女儿 还对家族的规划十分明确 自己继承爵位 再招个坠续要组 那怎么还会像原著中那样 下场那么凄惨呢 直到这天比安卡来找她玩 说图书馆有了一批新书 爱莱特不是对地下城很感兴趣吗 他们可以去看看 书不知此时书柜的角落里 一本书早就等不及他们的到来了 当俩人来到图书馆 先是比安卡 感到不太对劲 她想拿完书就走 谁知她抽出书的瞬间 爱莱特也察觉到这里阴森森的 这时她回头一看 只见闺蜜直愣愣地盯着前方 刚刚放书的地方突然出现一道黑洞 下一秒 两个女孩开始了哇哇叫 接着书本掉落 两个人都不见了 女孩死后 穿越进小说世界 哪曾想又从小说世界 穿越进书里的神秘地下城 身旁的闺蜜看着眼前的奇异景象都蒙了 我们明明在图书馆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爱莱特一脸的无奈 她似乎猜到了这是哪里 这时系统响起了提示音 明已进入危机难度地下城 回想起书中原主的结局 不小心闯入伯爵城深处 被封印的地下城然后死掉 看来爱莱特没猜错 今天就是原主葛屁的日子 只是没想到比安卡也会一起 难怪原主中她的戏份有多 此时终于回过神的闺蜜 小生说着这里应该是地下城 只有打败大巴斯才能出去 爱莱特安慰她没事的 神会保佑他们的 因为她已经在意念中跟神连上麦了 她质问神明 说好的新手期生存难度调整到M 怎么还会来等级这么高的地下城 是不是系统卡巴格 神明怎么会承认自己犯错呢 可女孩不管 她要求神明给她补偿 要么把地下城调整为超简单模式 要么就把她变强 神明犹豫了 这俩选项好像都不太行 结果这边还没等到答复呢 那边周围已经袭来了骷髅大军 闺蜜害怕得越靠越近 爱莱特也开始慌了 神明啊 快点做出选择呀 最后经过长达三秒的思想斗争 神明最终决定赋予女孩一项新技能 爱莱特迫不及待地打开说明来 居然是这个 简直棒呆了 怎料高兴没两秒 一个骷髅头出现 吓得闺蜜一击铃 而察觉到闺蜜的鼓慌 女孩抓住她的手 安慰道 不要怕 我来保护你 相信有了新技能 他们绝对能活下去 这话听得闺蜜心头一暖 放心 我也会保护你的 但就在气氛缓和时 大巴现身了 竟然闯进来了两个小朋友 你们是人类献给我的祭品吗 听到祭品俩自比安卡来精神了 他将闺蜜护在身后 我要和你谈判 只要你放我们出去 我就给你送一百个孩子当祭品 大巴不愿意 他要求留下艾莱特 刚惨死就重生的小女孩 才活几天又遭到魔王威胁 为了从地下城活灭 比安卡答应出去后 献计一百个小孩 魔王欣然接受 却要留小女仆在这作为压主 比安卡立刻将祭品提高到两百个 但魔王根本不接受 表示今天高低都要留下一个 没想到比安卡居然会挺身而出 让艾莱特出去向大人求救 因为她根本不是无足轻重的小女 而是自己最珍贵的朋友 艾莱特却叫她不用慌 因为自己已经得到神明的庇佣 只见她发动了神明降临 利用神明的力量召唤出全知 结果竟傻眼了 所谓的全知原来是个百度百科 看着女孩在半空中鬼鬼祟祟的操作 大巴斯决定直接动手 凝聚力量就要朝她袭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艾莱特大声喊出一招手藤之盾 成功将魔王的攻击尽数挡住 随后又发动全能神法 给大魔王来了个外交领案 趴在地上久久不能动态 看到艾莱特靠近也只能求饶 放过我吧 艾莱特大发慈悲思考了一番 既然你不想死 那我就帮你治疗吧 听完大魔王吓得直冒汗 刚想叫女孩等等 下一秒就在艾莱特的治疗下灰飞烟灭 收拾完大魔王地下城的世界终于放清 艾莱特这才看清地上有两个掉落 分别是盗墓人的包和一本书 准备今后有时间再好好研究 就在这时一直非常担心的比安塔赶来 激动地握住了艾莱特的手 小艾你好厉害 竟有如此强大的神力 你一定是神的使者吧 艾莱特只能干大的点点头 这让比安卡十分欣慰 原来神明并没有抛弃这个事情 接下来艾莱特这边就听到一连串的提醒声 恭喜她成功让无神论的比安卡 成为了神明的信徒自动归到创始严林名下 艾莱特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意外传教成功了 但这种发展趋势感觉有点违规 历时难以接受的艾莱特终于忍不住晕倒 原来他强行使用了神威技能 出现了后遗症神热病 眼看怀中的艾莱特失去意识 比安卡慌了 小艾你不能死 我们好不容易才成为朋友 与此同时在艾尔芬海姆教国 艾莱特的圣光惊动了全体教徒 这片大地终于迎来了神圣将领 为了保护神圣 他们立刻组建了一支队伍 前往温彻斯特王国 准备将那位大人请回来奉为圣母 为他们带来救赎 对艾莱特的存在充满了兴趣 因为他闻到那股气息给他的感觉 和从前嗅到的任何一种感觉都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他口中的女人 正一脸憔悴地躺在床上 虽然从危险的地下城活下来了 但他感觉就像熬了十天十夜那么难受 以后还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强 才能让身体适应这种消耗 就在这时房门被人推开 原来是卡比安过来探望 看到他已经醒来 卡比安激动地上前关心他的情况 原来艾莱特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 差点把他给吓死了 看到面前叙叙叨叨的闺蜜 艾莱特突然觉得所谓的虐闻事件 不过是一个剧本 在这个世界里他有关心自己的朋友 爱护自己的家人 才是他喜爱的生活 随后两人聊起关于地下城的处置 对于讨伐完头目的地下城 一般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是开放地下城 让冒险家进去收集特殊的素材 另一种是关闭地下城 彻底将它消除 艾莱特沉思片刻觉得还是关闭比较好 毕竟里面只有一片荒芜的公墓 但紧接着听到比安卡提起 地下城那群友好的骷髅头 艾莱特突然有了主意 他找出打败头目后得到的书 传遍亡灵世界的恶灵 学习后就能得到 见到他的亡灵都会陷入极度恐惧的转感 随后叫上卡比安就准备去赚钱了 艾莱特再度回来地下城 站在几名骷髅面前 露出了资本家邪恶的笑脸 一股莫名的压迫感 让骷髅们忍不住后腿 旁边的比安卡更是一脸懵 不知道艾莱特来着究竟要怎么赚钱 艾莱特叫他看看周围 这辽阔的土地和这群天赐的工人 艾莱特花两百万购买了转职礼包 学习了栽培的技术后开始种田生活 虽然他的爸爸一直被雇主打压 但炼金术士本身是个非常赚钱的旨意 要是制作药剂的草药也能自己自作 那受益就可以最大化 先开肯再挖水源 所有骷髅头从白天干到黑夜 别以为大魔王死了他们就自由了 没想到新主人也是暴君一门 但种田生活比以前杀人放火 要自在太多了 而且当晚眼看黄昏了 艾莱特给他们指了快地方 让他们给自己挖七个坟墓 简直就是一夜之间从桶子楼 搬到了大别墅 艾莱特还会给他们立杯客自送花 这下干起活来更有劲了 女孩刚穿越到这个世界 就掌握了财富的密码 将已经讨伐过的地下城 开拓成为农田 还有几个不要钱的骷髅甲 免费给他打工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片土地 艾莱特特意找了地下城的书籍了解 发现地下城的时间比外面快得多 这对他们的事业大有弊意 看到艾莱特前来巡视 骷髅们纷纷停下手上的工作 向他献上最近的沉默 艾莱特抱着满满灯灯的容器 怎么运回去都是个问题 但山人自有妙计 艾莱特打开之前大魔王掉落的背包 将箩筐里的草药都灌了进去 这里面蕴藏了50平方的空间 就算体积再大的东西也不怕没地方装 艾莱特负责将这些材料都制作成药 迪安卡也创办了商会 专门出售小爱制作的药剂 看来距离他月入百万再也不是梦了 就在这时系统突然提示进入升级 艾莱特打开升级目录一看 发现商城出现了更新 穿越者可以用题材变更卷 更换作品题材 想到可以实现 他梦想中的浪漫奇幻团宠物 艾莱特还有些兴奋 但100亿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 这价格根本就是在戏耍消费者 不过幸好系统没有让他失望 有个共同城长礼包 吸引了艾莱特的注意 可以给有图标的NPC 赠送共同城长礼包 很可惜比安卡并不可以 但一个骷髅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吓了艾莱特一跳 定睛一看才发现他的头上有图标 好好培养 说不定可以成为在世德鲁伊 艾莱特忍痛花了300万 买下种田技能送给他 下一秒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这波实在太值了 需需300万就能让人帮自己管理农田 带来的价值绝对不止这么多 而且他看上去也很开心 于是艾莱特继续寻找下一个培养目标 可他周围不是女仆就是事物 头顶全都没有图标 却意外发现哥哥符合要求 艾莱特激动地推门而入 映入眼帘的就是无赖少爷 一脚将哥哥踹倒在地 面对伤痕累累的普林茨 无赖笑嘻嘻地叫他起来 自己还没玩够呢 艾莱特还没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看到无赖抬起木棍 又要朝哥哥打下去 见状艾莱特气急了 冲上前就挡在哥哥面前 无赖却警告他闪开点 自己正在对练呢 对吧老师 一旁的剑术老师视若无睹 毫不在意吓人的死活 为了保护妹妹 普林茨咬牙爬起站在妹妹的面前 眼神坚毅到无赖都有些害怕 他正准备抬手举剑时 被赶来的比安卡怒斥拦下 你也太有尸体统了 说着他让艾莱特先带哥哥去疗伤 然后回过头来 将剑术老师和无赖哥哥都训练 并且扬言要向妈妈告状 这边回到房间的艾莱特 马不停蹄地开始制药 这段时间一直在和父亲学习 不愧是黄金象牙塔出身的精英炼金术师 艾莱特受益匪浅进步巨大 做完哥哥的药后 系统发来提示 他的炼金术已经觉醒到第八级 不仅炼金术效果大幅增加 而且还解锁了创造性灵感 随后抗拒喝药的哥哥随口一句 要是有巧克力牛奶味道的药就好了 爱莱特迫不及待地递给哥哥 普林茨却犹豫起来 为了鼓励妹妹他也要一口干掉 神奇的是入口后才发现 这个药像热巧克力一样好喝 如果将这种药卖出去 他们肯定会成为百万富翁的 妹妹你真厉害 相比之下我真没用 老师需要你来照顾 爱莱特随即握住哥哥的手反对 怎么会呢 哥哥你最厉害了 所以这次就由哥哥亲自去报仇吧 爱莱特偷偷送了哥哥一份大礼 于是从这天起普林茨改变了 曾经软弱的他 如今可以把无赖少爷打倒在地 离谱的是对方根本碰不到他一根毫毛 就连少爷的剑术老师都对他嘖嘖撑起 好久没见过这么有才华的孩子了 被打倒的无赖很不服气 邪恶的念头开始在心中滋生 这天他故意趁普林茨干活时 将花盆从他头顶推下去 眼看花盆距离对方越来越近 关键时刻普林茨直接一铲子 将两个花盆拍开 还有一个就抱在无赖的附近 此时他已经达到了木剑术武器 被一些下三滥的攻击 可以进行自动反击 普林茨抬起头正要看是谁在恶作剧 就听见无赖熟悉的落跑声音 这一幕全都被躲在暗处的妹妹看到 他脸上满是骄傲 哥哥可是他养出来的上等精英 普通人怎么可能伤到他了 但为了让哥哥体力跟得上 埃莱特还为他准备了补充体力的药丸 他只用和人对视一眼 就能知道对方还能活多少年 却唯独对自己的亲孙女看都不看一眼 不过这天他意外发现 有个女孩十分特别 他意识到他就是原著中出现过的人物 圣皇厅的书籍主教之一卡特莱雅 他拥有一项特别的能力 埃莱特正在回想剧情时 比安卡突然敲响他的房门 他怎么没和家人一起去散步呢 我不在场比较好 因为奶奶非常讨厌比安卡 从不和他说话甚至不愿意看他一眼 但善良的孙女知道 他之所以那样做肯定有他的原因 这么可怜的比安卡 埃莱特怎么能放任他不管了 就在这时 管家突然来传话 大夫人突然想要见埃莱特 比安卡想到平时母亲对父亲的抱怨 担心奶奶是讨厌身为平民的埃莱特 害怕朋友受到伤害的他 也提出想要一起过去 埃莱特看出比安卡的心思 安慰到没事 还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 来到花园后大夫人已经准备好了茶点 刚坐下他就开始了问话 听说你和我的孙女比安卡走得比较近 所以你们是什么关系 埃莱特告诉大夫人 自己和比安卡是超级好的朋友 随后开始滔滔不绝地夸奖 就连大夫人都忍不住骄傲 果然卡特莱雅主教并不讨厌比安卡 于是埃莱特反问他 您今天是来看比安卡的吗 因为你在等比安卡的死讯吧 大夫人听后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称赞埃莱特果然不是个普通的孩子 原来大夫人天生拥有生死业 能够看到他人的寿命 而在比安卡出生时他就看到 心爱的孙女寿命并不长久 而他之所以会记得一个普通的小女仆 也是因为埃莱特和他的寿命一样 他们原本应该在同一天死去 大夫人很惊讶埃莱特怎么会知道 提前知道告别时间的他 已经独守这个秘密很多年了 无法接受事实的他干脆选择了视而不见 但是埃莱特告诉他 现在您可以不必再无视比安卡 他的寿命已经变长了 大夫人很好奇面前的小女孩 究竟是何方神圣 可他刚要透露一点讯息 就被系统严正提醒 好在大夫人没有强行逼问 因为他知道普通人头上不会是这样的数字 断定他肯定是归来之人 并感谢他改变了比安卡的命运 大夫人很后悔 早知道不用和孙女分开 他应该早一点疼爱他的 但现在也为时不晚 比安卡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原来他早就躲在树丛后面偷听 听到事情的真相 他一路小跑扑进了奶奶的怀里 事后大夫人单独找到埃莱特 表示自己欠他一份大人情 于是将一串珍贵的项链送给他当领悟 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他一个愿望 埃莱特本想客气推脱 突然想到自己还真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想去圣皇厅看一看 严林大人告诉他想要离开教程区域 只要拥有前往对应场所的对话就行 听到这么简单质朴的愿望 大夫人二话不说答应下来 严林大人也立刻发布圣皇厅的任务 这样一来埃莱特虽然还在新手保护期 但也有机会去见见这本书的男主了 于是到了宰生节这天 大夫人带着埃莱特利用空间转移时 顺移到了首部 由于是节日这里比往日热闹许多 大部分想要测试自己神力的孩子 都会在这一天来圣皇厅 大夫人刚准备带埃莱特参观 就被侍从提醒要去国务院开会 只好将埃莱特托付给侍从帕维尔 然而大夫人前脚刚走 帕维尔就溜之大吉了 不过也好 埃莱特刚好可以趁现在 去执行严林大人布置的任务 采集差点被当作杂草而清理掉的龟甲龙 很久以后大陆会爆发一场龙疫 而他就是治疗疫病的重要材料之一 如果能够提前制作这种药剂的话 那他就发大财了 埃莱特正想趁四周无人装起来 突然有人戳了戳他的背 一个银发男孩一脸单纯地问他 你是小偷吗 你在装什么 埃莱特一眼认出面前的男孩 就是原著中的男主泰希莉 看到埃莱特奇怪的反应 泰希莉突然变得扭捏起来 强调自己对他亲切是出于义务 这便是原著中提过的 既是增益效果也是简益效果的 泰希莉专属能力七大善和七大恶 只有保持七大善才能变强 否则不仅神力会变弱还会受到惩罚 因此此前的泰希莉 只能一直保持善良的状态 没少被欺负 他之所以会注意到草地上的埃莱特 是因为他问到了圣衣物的气息 泰希莉说这是圣女阿涅塞的圣衣物 让埃莱特大为震惊 大夫人居然送他这么珍贵的礼物 得知不是他偷来的泰希莉就放心了 正准备回去找朋友们吃饭 但就在这时 世界传来轰隆隆的声音 埃莱特突然意识到不妙 这是地下城同步的节奏 原著中摧毁泰希莉童年的地下城 会在今天发生 对于这段跨越数百年的婚姻 七岁的小女孩竟然十分满意 就在刚刚 圣皇听所有小孩一同跌入了地下城 这也是原著中一切悲剧的开端 难度尽为S级 冒着星红灯光的别墅里 遍地都是毛绒玩具 不等大家弄清楚这是哪里 一个自称是罗德里哥管家的小丑出现 朝孩子们慢慢靠近 初次见面他就为每一个孩子准备了见面 铃铛一响 无数洋娃娃整齐端来恐龙蛋 发给现场的孩子们 他们竟然忘了最基础的一点 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 果然下一秒 一名男孩痛苦倒地疯狂尖叫 泰西里刚将他安抚好 另一边又有孩子出现了咳嗽症状 随后中计的孩子们 全都原地变成了洋娃娃 这是地下城特有的网友话 见识到这一幕孩子们都吓坏了 纷纷敲门吵着要出去 罗德里哥告诉大家 唯一出去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宅底活下去 他会让最后 唯一一个幸存者离开地下城 与此同时 艾莱特眼前也出现了任务 成为该地下城的唯一幸存者 不等艾莱特反应过来 面前的小丑 已经在他眼前杀了一个人 直接给他吓愣了 确认危险后 艾莱特也开始指挥 让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快逃命 但艾莱特无意间念出来太犀利的 当他突然警惕起来 幸好这时 罗德里哥对大家发动了追杀 两人一路逃命 躲进了衣柜 艾莱特发现太犀利的手臂受伤了 刚准备仔细查看 就被对方扼住了手腕 逼问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艾莱特却自顾自替他检查伤口 他中的可是亡灵的尸毒 继续下去伤口会出现腐烂 随后地上一瓶药剂 要他喝下去 虽然太犀利此时心中有上百个疑惑 但最好奇的是 他只要和这个小女孩在一起 哪怕触犯了七大善和七大罪 神力只会提升不会减少 艾莱特没敢告诉他 这大概就是穿越者的福利 虽然他不能向太犀利解释这一切 但他是站在太犀利这边的 看到女孩诚挚的眼神 太犀利终于放下了戒心 毕竟如果他是坏人的话 也不可能佩戴剩衣物了 艾莱特掏给他一大堆食物 等他吃饱喝足了再出去讨伐怪物 太犀利计划该会出去后先找到朋友们 再去打败头目 艾莱特立刻提出要一起去 反正他们失败的话自己也活不成 但其实艾莱特只是想搭个顺风车 让他找机会直通头目关卡 就在这时房间里的扩音器传来动静 罗德里格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晚宴 请各位小朋友在一小时内去餐厅集合 不来的小朋友他会用地狱之火 灼烧每一个孩童 艾莱特一听就知道 恶魔一定是想用美食做文章 晚宴会场的美食中会混油危险的迷幻药 连柱中提到过 孩子们在晚宴会场大快堵 最终一个个陷入狂暴状态 上演了一出互相残杀的惨剧 他们一定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艾莱特将空间背包里的草药倒出 随后发出邀请 我们去玩火吧 原来罗德里格使用的地狱之火 名为赫尔维罗斯 他每天除了为主人干火 就是寻找食物 但万物无法生长的地下城内 没有一株他喜爱的草料 几百年没吃过食物的他已经快饿疯了 却落在了一堆清香的草料上 摆在他面前的竟是一场豪华草宴 与此同时餐厅这边 没忍住诱惑的孩子们吃下食物后 药效已经发作 大家全都通红了双眼互相厮杀 突然一大股浓烟飘了进来 罗德里格气愤地召唤出地狱之火 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才发现他的颜色好像有些不对 下一秒中毒的孩子们全都恢复了正常 就在罗德里格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时 突然瞥见了一旁的草料 意识到一切都是地狱之火的错 愤怒地将他熄灭丢弃在一旁 既然如此罗德里格又敲下响指 所有人突然感觉到地震后 发现一只地鼠从地底冒了出来 所有孩子突然尖叫 他们的头顶竟然长草 这是在地狱十分常见的彼岸花 尤其是黑色的彼岸花 更是极品中的极品 接下来只要大家和地鼠玩一二三木头人 然后灭掉管家和地鼠才能获胜 就在生死关头泰西利挺身而出 华丽的出现直接惹火了恶魔 但就在他即将发火的时候 注意到随后跟来的女孩头上 竟然盛开着黑色的彼岸花朵 罗德里格立刻改变主意了 其他小孩他都可以不要 只要这个小女孩和自己走 没想到天真的艾莱特 要求放走其他孩子 却没想到泰西利再次倒在他的面前 我绝对不会把他交给你的 他身为普渡天下的圣司 却告诉女孩 不要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做出牺牲 这话同时违背了圣司身上多项罪名 但得益于艾莱特 这些罪名都得到了豁免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被一个十岁小孩叫去 他答应泰西利以后不会这样 两人刚刚和好 很快就被旁边哭闹的孩子们吸引 必须得尽快出去才行 艾莱特提出先去别的地方重整西部 路上他看到一块发光的红色石头 觉得好奇便顺手揣进了兜里 赶紧跟上大家的队伍小跑上去 抵达落脚点后 艾莱特立马打开了皮包 将瓶瓶罐罐的药品都拿了出来 看到其中一种草药 两人立刻意识到 刚刚给火魔族喂草药的人就是他 见大家士气挺高 艾莱特趁机提出 那我们现在就去地下城 让地下城的头目也尝尝我们的厉害 但现在能战斗的只有他们四人 刚才那个家伙说过 其他分管的人都已经牺牲 眼看士气越发低迷 艾莱特刚想开口鼓励大家 就听到太犀利喃喃自语 要是神圣降临的人出现就好了 教团的人正疯狂找他 殊不知真正的施法者就在自己面前 艾莱特心想这可不妙 被抓住就完蛋了 看来他得小心一点 避免被带去成为圣女 但现在的重点不是这个 艾莱特提议三人同心其力断金 说不定他们能打败大巴斯一起逃出去 实在不行他们可以实施备用计划 便是之前邪恶男爵说的 最后唯一的幸存者才可以离开 但这种情况下要牺牲谁呢 四人一路披荆斩棘 每进行一场战斗 艾莱特就拿出药剂为他们不挤 很快在他的指引下 四人迅速抵达了头目的房间 为了节约时间这一路 他按照系统的指引超了小刀 差点就被他们发现艾莱特知道路 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在讨伐头目前 伊佩尔突然一脸严肃 希望他能再给一瓶药剂 真的太好喝了 为了激励大家的士气 他故意说只要顺利通过最后一关 出去后他可以做更好吃的东西 四人推开头目房间的大门 一个又老又胖的巨人出现在眼前 艾莱特在小说里看到过 他就是这个地下城的主人奥尔修伯爵 细心的他还发现 他的状态栏被遮住了一部分 但来不及多想的另外三人 已经开始行动 艾莱特刚想提醒他们 这个头目应该很强 就发现这三个小子还挺能打的 不到三分钟奥尔修伯爵便当场倒下 奇怪是因为药剂让他们状态提升吗 这个顶级头目的难度难道变弱 而且头目都已经倒下了 现场并没有出现逃生门 就在大家都疑惑不解时 艾莱特突然扑向了赫斯蒂奥 他原本站着的地方随即出现一道红光 原来头目另有其人 当当那个告诉他们离开条件的家伙 才是奥尔修伯爵的真身罗德里格 此刻他对艾莱特的表现十分满意 再次邀请他乖乖从了自己 甚至有意让他做未婚妻 开始一段魔族和人类的禁忌爱情 这种要求听得人神共愤 艾莱特更是生气地质问 戒指呢 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 求婚哪有两手空空的 罗德里格如梦初醒 扎腿就去安排未婚妻的戒指 大家都以为艾莱特又打算牺牲自己 但其实他是在拖延时间 艾莱特掏出最后的秘密武器 叫他们快喝下去 但此时知道实力悬殊的伊佩尔 却把这当成了最后的晚餐 他准备启用备用计划 让泰西利一个人活下去 举起匕首就要刺向艾莱特 并表示自己很快就会下去陪他 千军一发之际 伊佩尔在艾莱特面前笔直倒下 一旁的赫斯第二也昏迷不醒 艾莱特这才发现泰西利没有倒下 他把治疗剂 让给了伤势更重的赫斯第二 但那只是三瓶安眠药而已 就在这时 罗德里格已经带着钻戒回来 艾莱特只好启用第二个备用计划 他将泰西利推了出去 告诉他一个冲锋一个后卫 泰西利刚想回头反驳 就被眼前出现的圣光呆住了 圣洁的光辉萦绕在艾莱特的身边 随着他大喊一句神圣降临 四周顿时狂风四面 就连罗德里格也没想到 他的未婚妻竟然是圣女 紧接着艾莱特发动守城之盾 驱散了范围内的邪恶 就看到罗德里格火冒三丈的袭来 你竟敢用美元剂玩弄魔族的真心 那我也要抢走你的心脏 艾莱特见状赏了他一道神法 但这点攻击对他而言还不足为惧 罗德里格手持武器向艾莱特冲去 幸好关键时刻 坦克泰希莉替他挡住了一击 艾莱特趁机询问全职还有什么技能 随后发动更高级的神圣赞歌 泰希莉瞬间得到更强大的力量 几招之内将恶魔打得节节败克 最后艾莱特利用同伴争取来的技能 发动一招禁锢 将恶魔死死缠住 再用比神罚更强的力量断 彻底让他灰飞烟灭 是凭一己之力 救下所有小孩的盖世英雄 却希望男孩能替他保守这个命 只因他暂时还不想将实力攻之于众 幸好泰希莉愿意尊重他的想法帮他保密 打扫战场时艾莱特发现了两本技能书 其中一本恰好是适合泰希莉的防御技能 吸收后才发现这简直是恋爱脑技能 同伴受伤的话 他可以将伤势转移给自己 并分担他一半的痛苦 艾莱特再看看自己手上这个 居然可以对同伴提升五倍治疗效果 但附加的注意事项令人面红而视 突然艾莱特感觉到体力不支 他知道这是使用神力的后遗症 只好躺在泰希里怀中 做最后的告别 两个小时后孩子们都回到了现实世界 好在这次事故奇迹般无一人死亡 教堂也发现了神圣降临的气息 但由于被卷入的孩子 并没有人拥有强大的神力 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而此时艾莱特仍然昏迷不醒 他随身佩戴的圣衣物 不知不觉中吸收到了足够的神力 唤醒了原圣女的灵魂 没想到唤醒自己的人居然还在睡觉 阿涅赛调皮地戳了戳艾莱特的脸蛋 也就是因为体质太差不做运动 才会得这种病 虽然现在只是后补圣女 但还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哦 两天后艾莱特才缓缓醒来 他约上比安塔 前往图书馆的地下城 还将带回来的赫尔维罗斯安置在此 他是喜欢吃草的魔族奇葩 等到了冬天还能为地下城的农场攻满 到了这简直就和天堂一样快乐 但比安得知他这次遭遇了地下城后 还是十分为他担心 虽然过程很危险 但艾莱特觉得这趟旅程很有意义 他不仅拯救了所有孩子 还避开了原著中影响男主的超虐剧情 但他的角色原本要在第17章出现 而且现在又是新手教程期间 到底会不会造成原著剧情发生改变 对此严林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接下来主角会和幸存的同伴一起行动 他们之间关联的技能也会保留 但艾莱特的存在 依旧只会在第17章出现 艾莱特有些担心 泰西莉会不会出现对自己的记忆混乱 但他现在能做的 就是保护他在第17章之前 都能平安活下来就能避免这种情况 想到这艾莱特立刻打开了现金商店 购买转值礼包战斗 选择剑气大师的气息 随后捡起一根树枝就开始修炼 虽然成功开始了剑气大师第一步 但经过一个下午的修炼他发现不对 怎么熟练度一点都没提高呢 严林告诉他想要觉醒剑气 必须在专家的指导下才能实现 现金商店也不会提供视频教学 就在他发愁去哪找老师时 一个声音突然说出了他的心声 你需要老师吗 艾莱特左右张望都没找到声音的来源 直到他发现胸前的项链正在发光 他才注意到面前竟漂浮着一只幽灵 显然对方并不喜欢这个称号 他告诉艾莱特 自己是阻止地下城爆发的 牺牲节英雄之一阿涅塞 同时本职还是圣皇厅首席地狱教官 墨镜一带谁都不爱 这下艾莱特有福了 魔鬼训练即将开始 第一项热身运动就是先跑20圈 一天下来艾莱特已经累怕了 就能获得充沛的精力 并且运动两小时 就能获得一周的运动效果 艾莱特立刻喝了一口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他再次召唤出魔鬼教官阿涅塞 主动提出要加练 经验值也在以非一般的速度提升 短短四天内 艾莱特的体质突飞猛进 升到了17级 就连圣皇厅的地狱教官看了 都觉得不可思议 基础体力训练到这个程度差不多了 是时候进行武器训练了 第一步就是要选择一把武器 使用剑的人如果能达到登峰造极 会被人称之为剑胜 是因为剑胜可以将剑气注入世间万物 将它们化为武器 这就是气刃 气刃的境界越高强度也就越高 也可以操控气刃达到预剑的效果 像阿涅塞最多可以同时控制七把剑 这简直是太帅了 艾莱特也想预剑 但在那之前他要先选一把合适的武器 并将技术练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幸运的是阿涅塞精通所有武器 不论艾莱特选择哪一剑 他都能教 艾莱特却暗暗偷笑 幸运的应该是您吧 他可是超级穿越者 并且受到穿越管理局众神加护 所有能力的学习效率提升五倍 能给这位魔鬼教官带来顶级成就感 艾莱特选了把剑开始练习 没想到表现还不错迅速达到了三级水平 下一个他选择枪 同样快速上手 阿涅塞不信邪 让他选择与这两件武器截然不同的弓箭 重把都很难了 但艾莱特依旧驾精就熟 阿涅塞直接让他下一个选择最难的鞭子 以为可以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 没想到艾莱特是个武学器材 阿涅塞对他刮目相看 直接让他选择一个主武器和副武器 艾莱特早就想好了 他选择了长剑与长鞭 让阿涅塞愣了一下 原来艾莱特早就做过功课 面前的这位地狱教官阿涅塞 他是教博的圣女也是大陆的英雄 在二十多岁便开创了独门剑法蛇腹剑 阿涅塞提醒他蛇腹剑和普通武器不一样 虽然他可以随意改变攻击长度和路径 但必须对剑术和鞭术都如火纯青 才可以开始学习 即便如此艾莱特还是一脸坚定地表示 我非常想学您的蛇腹剑 为了买下价值十亿的改名卷种 女孩决定在这个魔幻漫画中发家致富 他凌晨就要起床祈祷打卡 然后去农场管理作物和草药 好研制出各种药水拿出去卖 白天还要抽空练习几个小时的剑术 艾莱特道歉 比安卡上继承人课程已经很忙了 还要亲自组织商会 负责罗德林药剂的销售 明天开始他们制作的药剂就要在商店上讲 事情能这么顺利都多亏了他 艾莱特准备大单一场 他要卖很多很多药剂 只要赚到足够的钱 就能和可怕的生存难度说百百 隔天药剂刚刚上架 一位矿工就发现了他 这时广场上有人大喊 快看佩利尔大哥要来了 大家一路狂奔朝大哥靠近 他身上的肌肉闪闪发光 无论男女都为他神魂颠倒 颤动的肌肉代表着美好的心情 今天也是神采奕奕的一天 这里是吉雷特领地西南方的地下城 所有矿工都盯着佩利尔大哥的动作发呆 每个人都很羡慕他宽大的大胸肌 还有像盾牌一样的复制机 见到沙漏到底 又到了吃肌肉补充剂的时候 他从随身携带的小包中掏出一管事件 虽然很难喝 但为了肌肉这点苦算什么 随后又再次举起锄头框框砸墙 旁人都说佩利尔大哥就是不一样 铁搞一挥开出一条新路 只用肌肉的力量就能匹敌见其使用者 真的好强 听听这个声音震耳欲容 有时候还以为是魔兽的吼叫 但一旁的矿工说哪有那么夸张 这个地下城的头目 在好几十年前就被讨伐了 怎么可能会有魔兽 话音刚落 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从天而降 直接将新来的矿工吞了进去 这时所有人都惊慌失措 唯独佩利尔大哥说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年轻人没事 原来就在刚才他先人一步 将人从怪物口中救下 这只怪兽是终极怪物头目 艾希德如虫 只有使用剑气的人能打败这个怪物 这里的矿工根本派不上用场 但佩利尔大哥还是一跃而起 冲向如虫朝他狠狠打了一拳 之后更是用壮硕的肌肉 直接将怪物撕成两半 看到这一幕底下的矿工纷纷欢呼雀跃 大哥太帅了 佩利尔大哥万岁 但这时佩利尔才发现 他的肌肉补充药剂全都碎了一地 如果不每30分钟补充一次的话 他的肌肉会流失的呀 这时新人矿工走上前 为了感谢他刚刚救了自己 男人地上早晨刚买的肌肉补充药剂 送给他当谢礼 虽然没听过罗德这个名字 但想想肌肉药剂都差不多 当场服用下去 立刻瞪大了双眼 这药剂怎么会有甜美的肉味呢 一直以来他都维持着生酮饮食的状态 早就忘记了美食的味道 而且这个药剂虽然美味 但在补充肌肉的方面丝毫不逊色 他已经感受到自己的肌肉在雀跃了 忍不住举起药剂大声欢呼 炼金术师罗德 你真的太优秀了 这下瞬间就给罗德的药剂打了广告 大家纷纷认为能够让佩利斯大哥 感动的药剂一定很了不得 于是片刻之后 商人着急忙慌地找到罗德先生 告诉他出大事了 我们准备了一个月份量的货物已经卖光 其他地区的店家也催着我们多出货了 所以需要立刻补货 大家听到这个好消息 都开始讨论要将题材改编成什么内容 直到调节平衡性的毒舌吐槽 等你攒到一百亿现金的时候 估计已经长大成人了 顿时给埃莱特泼了一盆凉水 不过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 父亲提议我们赶快先去制作药剂 等工作结束想要什么爸爸都给你买 虽然现在赚到的钱还不足以购买道具 但看到爸爸这么开心 埃莱特也觉得好开心啊 三个人像老黄牛一样 连轴转了好几天 终于做出来满满七大箱的药剂 哥哥看这么多药剂 心想把这些都卖掉 以后我们就会变成有钱人吧 他问妹妹想等有钱之后你想做什么 埃莱特当然是想在现金商店课金 但除此之外 他想送哥哥去骑士学校 剩下来的钱交完学费就存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看到埃莱特时刻为自己着想 哥哥感动不已 老父亲也觉得十分欣慰 等不住抱住两个懂事的孩子感叹道 要是你们的妈妈也在就好了 他今年才七岁 却冒出一个七十岁的老头 几天前爸爸告诉埃莱特 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忆他 曾经一家人住过的老房子 感受一下他们妈妈的味道 埃莱特的母亲生下他后就消失了 罗德还记得第一次与妻子见面时的场景 当时还在黄金巷牙塔了他 上山去摘草药 恰巧偶遇了一名受伤的女子 罗德将他带回家后帮他治疗伤口 女人自称失忆了 罗德便收留了他 相处久了以后爱情开始萌芽 那段时间女人经常出去打猎 却谎称是自己出门捡的 他们的生活过得甜蜜幸福 但就在埃莱特四岁那年 妻子突然不告而别 罗德一直觉得妻子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就算某天他突然找回了记忆 回到自己的世界也很正常 所以他一点不恨妻子一言不发地离开 反而感谢他给自己留下了两个宝贝 但儿子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妈妈消失的那个夜晚 他好像见到过他 看到妈妈半夜从床上起来 拿着锄头和泥巴出去了 哥哥追出去问他要去哪 当时妈妈只说 有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黑色家畜 从处圈里跑了出来 妈妈要去把他们抓起来 但这么多年 哥哥一直以为这是一场梦 所以没有说出来 现在看来妈妈很有可能是出去抓猪时 遭遇了不测 可惜埃莱特的设定是不能离开宅底办公 就在这时创世严林突然为他下达了任务 一起回到充满温馨回忆的故乡之家 成功后奖励神身精华 而且失败没有惩罚 埃莱特立刻提议回老家看看 但在那之前 他们还要做出足够的药剂 与此同时佩莉尔换回了原本高贵的服饰 他其实是西斯佩莉尔公国现任公王 但这次回来是听到老管家说 有重要事情需要他来处理 为此他甚至停掉了肌肉的训练 但听到他说有消失的宫女的踪迹 佩莉尔立刻激动起来 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离女儿 只有遥遥几步的距离 当即决定踏上寻找女儿的路 这边罗德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老家 还特意带他们去夫妻俩当初约会的地方 偶然听到林桌的人在谈论 黄金象牙塔下任塔主肯定是西金教授 听说教授这个月的研究经费也多到爆炸 毕竟他是再生药剂方面的权威 虽然一直没什么成绩就是了 细心的艾莱特注意到 爸爸的手一直在颤抖 其实对爸爸来说 这里并不只有美好的回忆 在黄金象牙塔内 有一个叫西金的教授 他昏庸无能只知道玩弄全数 压榨学生还偷去了爸爸所有科研成果 结果等自己的罪行暴露 他就将所有的锅都甩给爸爸 导致他被黄金象牙塔打了出来 恰巧这时哥哥提出想去小房子看看 大概是因为六年没人打理 这里已经变得破烂不堪 幸好购买了金手指体力包的两个孩子 体力气十足 三下五除二就将小房子打扫干净 差不多打扫完毕后 借着出门丢垃圾的幌子 艾莱特在房子周围转了转 奇怪的是任务为什么一直没结束呢 难道是他漏了什么地方吗 艾莱特打开地图 果然看到附近空了一块地图没有解锁 严林的沉默让他意识到 这片土地并不简单 于是当晚他趁爸爸和哥哥睡着后 悄悄起身 向胡萝卜引领的方向出发 来到了地图上隐藏的区域 起初他以为这里是湖 但其实是个巨坑 这里是地下城的入口 看来是有人在地下城爆发的瞬间 迅速采取了行动 不过就连阿涅塞都觉得奇怪 似乎完全没人在打理这个地下城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 阻止爆发的讨伐军队全军覆没了 得知地下城内 还有道具没被捡走后 艾莱特决定亲自下去看看 临走前阿涅塞突然叫住他 希望他能帮讨伐队的人收拾 同为阻止地下城爆发而牺牲的勇士 阿涅塞想到他们就有些感同身受 于是艾莱特一口答应下来 继续朝着洞口出发 他虽然有时候满眼贪婪 但不愧是个候补圣女 直到阿涅塞看到他眼里闪闪发光 才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人 经过一路披荆斩棘 他们来到了地下城的黑岩沙漠 居然在这发现魔龙的泪骨 根据试骸来看 应该在一百多年前就被讨伐过 再加上地下城和现实世界有时间差 讨伐者恐怕已经困在这许久了 随着他们进入黑色神殿的结界 狂风卷席的沙土形成沙尘棒 幸好艾莱特可以查看地图 但他刚跟着地图迈开腿 就被什么东西绊倒 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 脚下居然还有一个活着的老爷爷 他被埋在沙土下呢喃着 我好饿呀 这样下去肌肉会流失的 善良的艾莱特递给他一颗药碗 没想到他得寸进尺点起菜来 要是有喝的就更完美了 在连续喝下几瓶果汁味的药水后 佩莉尔擦擦嘴巴 刚准备向恩人道谢 突然发现面前的小女孩 和他女儿几乎一模一样 他下意识将女孩搂进怀眼 感受到对方的挣扎才将其放开 这才想起他的女儿早就长大成人了 他已经在地下城里找了两个月 但被风暴困住一直没有办法脱身 不过幸好现在有艾莱特在 他向爷爷保证我会带你到安全的地方 尽管包在我身上 佩尔斯勾起嘴角 这孩子真的太像埃尔太亚了 男人很后悔当初被朱油蒙了心 竟然听信别人的谗言 抛弃了自己的女儿 没想到多年后再见 他已经成外公了 而且初次相见 竟然就是在地下城内 为了从黑沙风暴中冲出去 艾莱特坐上佩莉丝的肩膀 看着地图带他出发 经过一段时间艰难前行 他们终于逃离了风暴中心 来到了黑沙神殿 过程中佩莉丝很好奇 像艾莱特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会独自来神殿呢 艾莱特将妈妈离家出走的事 告诉了对方 又问起他女儿消失的原因 这才知道他的女儿也离家出走了 而且还是被他活生生气走的 佩莉丝年轻时有一位爱人 但没能在一起 几年后他收到女人的死讯 以及他生下自己孩子的消息 于是佩莉丝找遍了大陆的布尔院 最后终于找到了埃尔泰亚 从这天起佩莉丝就发誓 要给他全世界包括家族 于是从小就以继承人的标准 对女儿严格要求 当时木讷的他也不懂如何与女儿相处 甚至让他不要当着众人的面 叫自己父亲 直到某天 一个叫艾莉莎的女孩出现 说她才是自己真正的女儿 而且知道一些秘密 再加上孤儿院和监护人的各种证据 让佩莉丝对他十分宠爱 这一切都被埃尔泰亚看在言 在得知父亲准备将艾莉莎登记入家族名下后 他找到父亲质问 觉得父亲从没把自己当女儿看过 当即决定离家出走 但佩莉丝并没有抛弃他 只是想同时拥有两个女儿 后来他才发现 艾莉莎不过是基于家族财产的骗子 很生气地将她赶出去后 佩莉丝便一直到处寻找女儿的下落 与此同时艾莱特和佩莉丝 已经进入到神殿内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群石像 佩莉丝一眼认出女儿就在其中 艾莱特注意到 女人手上拿着锄头和篱扒的艾莱特 也大喊一声妈妈 面前女人的装扮和妈妈离家出走是一模一样 不等他确认清楚 就已经被佩莉丝高高举起 他竟然有个外孙女 佩莉丝高兴坏了 艾莱特好不容易才求爷爷把他放下 分析起现场的情况 妈妈身上没有致命伤口 那个瞳孔状的魔物 看来就是失下诅咒的头目怪物 只要解开誓话诅咒妈妈就能复活 艾莱特叮嘱外公接下来要替他保密后 来到妈妈面前 使用了神圣降临 就连佩莉丝都好奇 他这么小的娃娃哪来的神力 艾莱特还不忘中途抽空船叫 使用高级技能进化洗礼后 彻底消除了妈妈身上的石头 他涂掉嘴里发色的盐 看到面前粉色头发的可爱女孩 意识到你难道是艾莱特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宝贝女儿为什么头发都变白了 小艾表示自己今年已经十岁 艾尔泰亚才反应过来 已经过去六年了 母女俩深情相拥 这时佩莉丝也走上前来 想要和女儿相认 艾尔泰亚却揣着明白装糊涂 反问您是哪位 我没有爸爸 现场的气氛一下尴尬起来 佩莉丝恳求女儿回家 表示自己会立刻将爵位传给她 她已经把艾莉莎赶走了 但这些对艾尔泰亚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她一怒之下将一百多公斤的父亲甩开 没想到这一下直接引起黑沙神殿崩塌 父亲却义无反顾地跑上前 雇住女儿和外孙 这让艾尔泰亚心疼不已 让她决定原谅父亲的过错 但她不会继续成为继承人了 顶多是让孙子们多见见她 能得到女儿的原谅 佩莉丝兴高采烈 很快就憧憬着下一次什么时候一家团聚 而且女儿有任何需要她都会帮忙 艾尔泰亚立刻想到一个人 希望父亲可以帮忙教训一个人 那就是吸金自觉 她是折磨自己丈夫的无耻之徒 不仅如此她还偷窃了爸爸的研究成果 害她过得特别辛苦 佩莉丝立刻表示 她绝对会以正义之名审判此人 而她之所以敢有如此大的口气 则是因为她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统治西斯佩里尔公国的国王 在主角第40次重生前 她都一直稳居大陆第一强者的位置 而且艾莱特的身份也直线飙升 就在佩莉丝以为 可以将孙女当作下一个培养对象时 泰亚突然发现女儿浑身滚烫 看来这是神热病又发作了 艾莱特安慰妈妈不用担心 在她痊愈之前想在地下城待着 因为这里的时间比外面快 她不想让爸爸担心 很快艾莱特支撑不住 意识越来越涣散 等她再次醒来 被面前外公放大无数倍的脸吓了一条 由于她已经昏迷了两天都还没有醒 妈妈已经将她背到了外面 正准备回家 脸处便传来爸爸的呼喊声 佩莉丝见状时趣地走开 艾莱特也带着妈妈回去见父亲 他们一家四口终于得以团聚 而这是探访故乡的任务 才终于告一段落 只因她做梦的时候念叨了棉花糖 从不下厨的妈妈 就亲自为她烤了一盒 虽然样子看上去像是黑鲨一样 但这份心意让艾莱特觉得甜滋滋的 妈妈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这段时间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佩莉丝按照承诺 很快就抓捕了西金教授 但比起这个 爸爸还是更在意妈妈的一举动 在比安卡的帮助下 他们搬到了别馆的一幢小房子 而且妈妈还成为了伯爵夫人的护卫 这天她突然交给艾莱特一件礼物 正是上次在黑炎沙漠没拿到的道具 妈妈送给她当迟到的生日礼物 还特意给她考了做梦都想吃的棉花糖 幸福地穿越生活 但她逐渐忘记了自己身处罗幻小说中 殊不知接连几次神圣降临 已经给她招惹来了一个大麻烦 转眼她已经连续祈祷了两年多 终于在这天早上完成了一千天的打卡 满足了神力觉醒的条件 系统检索后发现 艾莱特的神力为圣女级别 是人类中的天花板 严灵们都纷纷赶来恭喜 既然已经觉醒 艾莱特刚好有件很想做的事情 她拿出包包将上一金币疯狂到处 这些是她迄今为止做草药 还有药剂生意攒下来的钱 她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课金 于是艾莱特直接支付了一个亿 开启现金商店 然后搜寻和神力有关的技能 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列表 她随便指了一片区域 从这里到这里都给我包起来 反正技多不压身 总有一天能派得上用场 为了率先试试刚买的治疗术 她想起前天训练的时候 胳膊清了一块 于是将手轻轻盖了上去 发动基础技能治疗 原本于清的手臂立刻恢复如新 这是她第一次使用治疗技能 由于严灵的偏爱有效果加成 才升级到了11级 但实际上她的等级只有1 当时用神圣降临治疗阿尔迪芒的时候 她甚至突破了100级 看来在没发动神圣降临的情况下 等级果然没办法大幅增加 所以从现在她要踏踏实实的磨练技能 变成真正的强者 不过一旁的阿涅塞提醒她 治疗术要怎么磨练啊 你总不能捅伤自己再进行治疗吧 这的确是个好问题 与此同时在埃尔芬海姆教国 圣女的气息越发强大 大家都坚信 这绝对是那位使出神圣降临的人 都很想知道这位圣女如今在哪 她消失了两年原来是去闭关修炼了 现在应该变得更加强大 但关于她的线索却丝毫没有头绪 众人没有注意到 站在后方的卡特莱雅书记主教 瞟了一眼后默默离开 临走前却被泰西利德教主 听说主教上次感恩节的时候 去了吉雷特伯爵城 请问伯爵家还安好吗 他们家的庸人还好吗 原来泰西利德是想打听埃莱特的情况 得知她过得很好也长大不少 十分欣慰 临走前又遇到了两位好友 听到泰斯利德还在挂念那个女孩 两人嘲笑她说反正以后也没机会再见了 但泰西利德不这么认为 我们已经约好了一定会再见面的 这是两人默契的相望 并告诉泰西利德一个好消息 你知道吗 我们以后好像可以离开圣皇厅了 国务院的会议内容说 他们打算派圣衡阳去大陆上 需要教团的地方 让他们去传教和当义工 其实就是讨伐地下城 虽然他们都不想乖乖被教团利用 但总比一直被关在这要好 说不定在路上还能遇到想见到的人吗 而此刻埃莱特正经历着一场分别 哥哥就要去骑士士官学校上学了 他之前就下定决心要把他培养成建设 现在虽然如愿以偿 但一想到接下来的几年都很难见到他 埃莱特就高兴不起来 临走前他嘱咐哥哥 我每个月都会给你基要丸和药剑 你一定要按时吃 道别的话还没说完 罗姆迪奥少爷就在远处催促他快点出发 援助中他的骑士爵位是花钱买来的 但现在的他受到普宁茨的影响 自愿去士官学校吃苦竞争 虽然不一定能够毕业 但十分令人欣慰 妈妈看到埃莱特一直望着哥哥离去的背影 以为他也很想入学 提议可以拜托外公想办法让他入学 埃莱特连忙摆摆手 不用了妈妈我要在伯爵城里修炼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了 就算哥哥不在 还有安卡陪我 他参加出道舞会虽然有点早 但去了首都 就能够近距离观察形势不稳的中部政洁 所以他才做了这个决定 埃莱特想起援助中确实有过这种设定 温彻斯特皇室马上会因王位继承内部相征 导致形势动荡 诸位王子王女纷纷对立 贵族之间在暗中你争我多战况激烈 柔弱的安卡 不知道还要在尔余我诈中吃多少苦头 埃莱特十分心疼他一把抓住安卡的手 将皇室成员的秘密都告诉了他 并为他配上了可以增加魅力值的魔法道具 看来大家都卖出了新的一路 他也不能认输要开始修炼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女孩孤身一人勇闯失恋之塔 在短短一周内 就消灭了上百个头目 自从身边的人都进入下一个阶段后 埃莱特也全心全意投入对剑术的练习 终于成功使出了剑气 成为一名剑气使用者 阿涅塞也为他感到高兴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埃莱特时 他还发热卧病在床 没想到成长得这么快 不过现在一切才正式开始 接下来他要以拿到头衔为目标继续努力 严林们也匆匆赶来拉起祝贺剑胜的横幅 既然埃莱特现在已经能使用剑气 也是时候进入地下城积累实战经验了 但想在伯爵城内训练神力也有点困难 这时创始严林指了指系统通知 提示穿越者辅助系统 正在大规模内容更新 原来严林大人早就为他 准备好了实战训练场 试炼之塔更新完毕后 随即展现在埃莱特的眼前 埃莱特换了一身轻便的装备就准备起身 所谓试炼之塔 是和地下城差不多的亚空间训练场 而且可以自由出入 通常试炼之塔都只有一百层 但考虑到埃莱特是SC挑战者 建筑师特意做到了300层满足他的需要 在开始实战训练之前 阿涅塞突然提议更换一把更好的剑 埃莱特立刻找出 妈妈送给他的那把欧罗巴 随即带着阿尼一起进入试炼之塔内 来到塔的起点才发现 里面的构造十分特别 看得出建筑师大人这次费了不少力气 虽然有些地方还十分简陋 但阿涅塞还是提醒埃莱特 在训练场的时候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很快试炼之塔开始夹在第一层 埃莱特全身贯注地盯着对面 竟然出现了一只晃动的史莱姆 就连阿涅塞都忍不住赞叹真的好可爱 但下一秒 埃莱特就直接将史莱姆5码分尸 然后兴奋地去捡战利品 紧接着试炼场旁边出现了楼梯 看来是干掉头目之后才能往上走 既然如此埃莱特来了精神 决定一路冲上去 再干掉了第二层的毒孢子魔物 第三层的食人植物猪龙草 第四层的残暴食人恶魔后 终于来到第十五层丧尸无限召唤阵 面对一大群恶心的丧尸 埃莱特竟然无比兴奋 太好了 终于可以在这里提升一下治疗等级了 丧尸们看到他这架势争先恐后的逃跑 在治疗等级也拉到实际后 阿莱特才放过这群可怜的丧尸 开始坐下来享用午餐 他突然想起远方的悲情男主 也不知道太犀利德过得好不好 按照原著的剧情 现在的他应该正经历着恐怖又痛心的剧情 想到这埃莱特没了胃口 短暂休息后便继续接着修炼 他必须尽快成为优秀的治疗者才行 短短一个星期后 埃莱特就攻破了100层试炼之塔 但从D101层开始 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不仅环境会变得和地下城一样 怪物和挑战难度都会急剧增加 埃莱特此刻正准备朝山上爬去 突然眼前的火山好像喷发了 但仔细一看才发现不对劲 一团火焰正朝他的方向袭来 幸好埃莱特及时躲开 原来这个火球就是D101层的头目 岩浆魔像 埃莱特下意识攻击魔像 却发现不管自己怎么劈砍都不作效 这时阿联赛提醒到 对手的皮肤十分坚硬 不要浪费火力试图打破防御 要仔细观察敌人身上的致命弱点 不仅要紧盯敌人的一举一动 还要注意观察自己周边的环境 利用好地形 创造进攻机会 这时埃莱特发现自己跌入水中后 对手好像立刻停了下来 转而开始进行远程攻击 他立刻想到了好方法 于是询问阿联赛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敌人一直盯着我吗 阿联赛提醒他可以使出华丽的技术 或是大声吼叫吸引敌人的注意 除此之外也可以侮辱对方 让对方生气 埃莱特想了想朝对方大吼 垃圾魔像你爹妈还好吗 突然就问候对方的爹娘 这招果然奏效 埃莱特利用地形的优势 将魔像吸引到了悬崖边 眼看敌人越来越近 埃莱特突然拔出长剑插入地下 悬崖立刻断开 埃莱特和魔像一起掉了下去 关键时刻他用长边 卷住了山崖上的质感 这才侥幸没有坠崖 再看看魔像他已经掉入水中停止挣扎 埃莱特没猜错 他最大的弱点就是怕水 见魔像没了动静 他直接跳上去 朝着他发光的心脏笔直插入 魔像终于被打败了 但埃莱特也累到瘫倒 决定明天再去下一层吧 第101层实在是太费劲了 男孩每每陷入绝望 就会想起小时候遇见的一个女孩 带着他从地下城勇敢闯了出来 让他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但他不知道女孩此刻 正在为将来的相遇做准备 这天埃莱特在爸爸妈妈出去野餐后 再次进入试炼之塔 他已经在试炼之塔中修炼了好几天 但攻打的速度自从101层后 就肉眼可见地慢了起来 越往上怪物的难度越大 他从一周通关100层 到现在有时甚至要花上整整一个月 才能打败一只头目 但好在攻打期间 他的技能等级一直在提升 治疗技能甚至已经超过了治疗者的水平 剑术也达到了剑气高手的境界 因此阿涅塞让他正式开始学习蛇腹剑 在那之后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他就除掉了 试炼之塔第275层的头目 白骨魔龙本德拉格斯 现在已经可以轻松打倒魔龙了 艾莱特捡起魔龙掉落的骨头 就要拿去给他养在地下农场的骨架吗 可当他来到图书馆的地下城才发现 骨头们一个个东倒西歪 还以为是被人揍了 直到赫尔维罗斯出现才得知 阿甘凡和西亚斯原本在努力挖鱼塘 结果干得太卖力直接散架了 不过正好艾莱特带来了魔龙骨头 将龙骨切割成需要的形状后 分别给他们换了上去 瞬间两具骨架身上都散发着魔龙的气息 幸好他带的骨头够多 直接将农场内所有骨架都换了一份 这是赫尔维罗斯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有人家的礼物吗 艾莱特立刻拿出火魔龙的心脏 赫尔维罗斯超级兴奋 一口将火魔龙的心脏吞掉 如此强大的魔物需要时间消化 大家都拭目以待它会有什么效果 艾莱特刚从地下农场回来 又得知哥哥回来的消息 兄妹俩立刻开始了比试 哥哥根本不是艾莱特的对手 他说起泰西利德的传说 不久前亚托里尼上空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S级地下城 教皇厅的讨伐队虽然关闭了地下城 但他的要塞竟然从入口掉了出来 就在即将砸中亚托里尼的时候 泰西利德及时出现 用一把蕴含神力的攻城之枪 直接粉碎了坠落的要塞 让亚托里尼免于成为废墟的命运 艾莱特本以为变强的泰西利德 不会再受到虐心的剧情折磨 没想到哥哥告诉他 泰西利德并没有被当成英雄 坠落的要塞掉落在城市各处 造成了很大的财务损失 商人们正缠着他赔偿破损的店铺 艾莱特听后很是无语 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吗 他突然有些好奇泰西利德的现状 可是在20岁新手教程结束前 他都不能离开伯爵府一步 目前他能做的只有不断变强 于是隔天他继续讨伐一成不变的魔龙 在觉得乏味的同时 吐槽到自己都打了200多层 却连一把武器道具都没有 还拿什么练习附射箭呢 建筑师听后立刻弹出 一个试炼之塔临时任务屠龙皇 只要击倒头目 就能获得头目所在曾道具认选拳 专门针对他这样的武器飞球 艾莱特一下来了兴趣 决定征服魔龙皇脚下的宝库 这次试炼后 艾莱特成功得到了巨蛇做宝剑 这可是他在龙皇宝库中 发了三天三夜才精心挑选出来的宝物 他决心要快点攻破300层试炼之塔 为离开伯爵城做准备 毕竟此时此刻真正的男主 泰西利德正在经历着痛苦的剧情 只有自己变得更强 才能在他拯救世界的道路上 驻他一臂之力 很快艾莱特迎来了 这个世界的第十个秋天 新手教程结束 现在距离泰西利德第十七次重生 以及原作的开篇只剩下六个月 而在这段时间内 艾莱特已经努力挑战到了 第二百九十八层头目 被诅咒的温德西尔 眼前这位美女 乍看之下是位美人鱼 可她的下半身却是残暴的蛇尾 艾莱特与她缠斗了两个月 每次都被她打落海中 这天也不例外 艾莱特心想要是能用神圣降临就好了 忽然她灵光乍现想到一个实用的技能 爬上一块斧板就决定继续战斗 此时温德西尔也准备放大招了 系统随即发出警告 破灭的海啸正在涌来 温德西尔跃出海面 海水立刻翻起惊涛骇浪 直接将艾莱特淹没在海水中 但让温德西尔意外的是 这次她站得很稳 出现在自己面前 原来艾莱特发动了水星屏障技能 从现在开始这个场地就是她的城堡 温德西尔对此感到十分不爽 有了落脚点后 艾莱特将她一招毙命 巨大的蛇尾渐渐消失后 留下了两件宝物 分别是顶级材料人与眼泪 可用来当锁链武器的精灵王的竖琴弦 就连阿涅塞都感叹艾莱特真是太棒了 这可是S级的头目 至少得12人的精锐讨伐队才能除掉 她竟然单枪匹马完成挑战 艾莱特对此却十分谦虚 她不过是把现金商店能买的技能全满了 就算没有12个精锐 她一个人也充当了坦克输出治疗者 只能说穿越者的特别福利真是赞报 这时试炼的摩天大楼建筑师匆匆赶来 发现她竟然就攻破了第298层 劝说道你现在都是大陆第七的强者 后面就不要那么拼了 但艾莱特看到台阶出现后 还是大步走上前去 表示第七确实不错 但第17是重生时 想在最终头目横行霸道的世界生存下去 这个程度还远远不够 摩天大楼建筑师见她继续往上走 露出惊讶的眼神 恳切地询问她 能不能一个月后再攻略第299层 看来这一层藏了什么秘密 她只需要轻轻抚摸患者的伤口 不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失血过多 都能在几秒内彻底痊愈 只因她本身拥有比专业治疗师 更精湛的治疗术 在进入299层试炼后 艾莱特被传送到S级难度地下城 史莱姆养殖洞穴 原来由于第299层还在设计中 所以情急之下 建筑师为她连接了一座S级地下城 艾莱特万万没有想到 七年前更新的试炼之塔竟然是烂尾工程 建筑师也表示很无奈 都是因为女主开了金手指 她根本没时间设计关卡 怎么会有靠菜 就攻略了300层的塔 她甚至还偷偷做了补定升级 但为了不被投诉只好乖乖毕 艾莱特只要找到出口 安安静静地离开就算通关 但这里是试炼塔之外的世界 在塔内就算失败了也可以重新挑战头目 可地下城市实战 一旦掉以轻心面对的就是死亡 不过这里同样不能使用神圣将农 艾莱特在洞穴内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任何出口 为了尽快出去艾莱特想起 可以搜一下原著中这一章的内容 她立刻让系统加载综合书房 找到对应的章节 原来瓦雷修坦因小公爵会出现在此章 她是个很欣赏主角重视歧视道的人 但由于大皇子下达的无理命令 她只能好对主角拔刀相向 在性命和命令之间挣扎 最后被主角收复不再与主角为敌 好不容易和主角和好的时候 S级地下城同步 小公爵在修炼旅程之中 受史莱姆养殖洞穴的诅咒 最终丧命于此 见艾莱特一直在做攻略 建筑师都急了 不是说好不打头目只找出口吗 艾莱特解释自己这是以防万一 万一头目从天花板上突然掉下来呢 话音刚落她手指的方向 就发生了巨大的坍塌 幸好出现的不是头目 而是一支讨伐队 其中一名剑气使用者将其他人类护在身后 不断攻击头目将其击退 与此同时一名神秘人也利用漂浮魔法 将上方的人接了下来 艾莱特一直躲在暗中看热闹 发现这群人的状态很不好 阿涅塞也为他们担心 他们一共有八个人 其中两个实力不错 其他的就不太行了 不仅有治疗者还带着一个小孩子 以他们的能力估计保护不了自己的同伴 这时刚从上方下来的祭司咆哮起来 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算什么讨伐队啊 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处理 从圣皇听过来的治疗师 都被头目干掉了 但大家都清楚明明是因为祭司指挥不当 吵醒了头目才会发生刚刚那种意外 地下城原本很安全 只是过来收集资源的话是不会出事的 祭司恼羞成怒指着两人的鼻子 就要禁止以后派治疗者去他们工会 两人只好低头求他原谅 这时祭司注意到不远处偷看的艾莱特 以为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会哭着喊着求他们带上自己 艾莱特莫名其妙卷入队伍当中 就听见祭司在叫嚣他坚决不同一家人 你们在我和他之间选一个吧 地旁的金发男子都听不下去 你竟然如此容不下与人为善之事 但我不禁怀疑你是不是侍奉神的祭司 如果你想倒这一套的话 那我决定推出讨伐队 我绝对不会做出有被歧视到的勾当 这时艾莱特突然敲了敲他的肩膀 问道你能把左臂伸出来吗 男人刚将手放到他的手上 艾莱特就发动了基础技能治疗 周身散发的光芒 但现场的人都感到惊讶 但艾莱特只是偷偷询问金发男子 你是不是一直在隐瞒自己左手受伤的事 懂得照顾别人虽然好 但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健康 随后他转身向其他人张开怀抱 各位如果有受伤的人请到我这边来 我会给你们全部治好的 大家立刻兴奋地上前治疗 并且拿他和祭司对比 恼羞成怒的祭司突然咆哮起来 你们都离他远点 凑那么近 会把这位优秀的治疗者的衣服弄当的 看来他也怕被大部队丢掉 所以突然狗腿起来 在继续行动前大家决定互相介绍 方便之后的行动 安安是纯金苹果团跑马队的队长 祭司立刻冒出来自我介绍 在认识队伍中的所有人后 小女孩突然问起艾莱特 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这 难道你也和我一样 在睡觉的时候被卷了进来吗 他心虚地点了点头 心想果然是生存难度S级的事件 睡个觉都可能会没面 同时他得知自己刚刚救下的金发男 是世关学校本届排名第二个毕业生 不禁让艾莱特想想 同样今年毕业的哥哥普林茨 听到这个名字金发男打了个机灵 立刻拉开了和艾莱特的距离 表示自己有粉色头发过敏症 而且对方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 究竟有什么秘密在其中 女孩只一眼便看出 面前的男人谎话连篇 只因他说自己讨伐对好心收留的意愿 还是个武器上的新手小白 但不论是他的步伐还是手上的老姐 都能看出他的实力不凡 之所以故意隐瞒真实身份 肯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 阿涅塞提醒艾莱特一定要小心 不过看过原著的女主知道 她叫艾修 暗杀工会深夜突就所属的暗杀者 同时也是工会会长的清传弟子 他接到工会的命令伤害太厉 所以从现在开始艾莱特决定 要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众人在洞穴中绕了许久 都没有找到出口 但此时地面突然震动起来 扁出一团黑影正在飞速接近 是地下城的头目又来了 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 金发男一声令下众人都急跑起来 只有甩掉他才能活下去 但糟糕的是他们跑进了死胡同 这时金发男还在安慰大家不用紧张 站好队列准备迎敌我负责对付他 众人都对金发男很有信心 只有祭司还在哇哇乱叫 觉得他们这群乌合之众 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 毕竟这里的头目号称恶鬼捕食者 说着他就朝出口跑去 但没跑几步 就和地下城的头目打了照明 被一口咬住 此时系统发来提醒 魔戒排名第711名的 恶鬼捕食者乌斯克利亚登场 无数个幽灵瞬间从地底涌现 有经验的金发男提醒队友 冷静点 只要一个一个除掉就行了 恶鬼捕食者乌斯克利亚 是由无数幽灵集合而成的 虽然单个幽灵的威胁性涌现 但是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好在乌斯克利亚会先吞食食物 然后慢慢进行消化 被吃掉的讨伐队队员还活着 但也撑不了太久 这是一只幽灵从背后突袭爱莱特 幸好艾修及时出现将其斩首 但这也暴露了他之前在隐藏实力 现在还不是算账的时候 必须想办法先活下来 虽然他俩都实力超全 纯金苹果团的团队协作能力也不错 源源不断的幽灵还是让他们招架不住 继续这样下去只是死路一条 而且已经有人的手臂上出现了猎物烙印 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被盯上了 这辈子都会被幽灵当成猎物 就在众人以为彻底完蛋时 艾莱特站了出来 他看向建筑师由衷地表示歉意 随后发动究极技能水星屏障 将所有人保护在城墙之内 放下小女孩后他拔剑与头目对峙 此时无数幽灵聚集在了一起 形成一张面具冲着艾莱特张口就突 却被他的蛇腹剑统统斩断 地旁的艾修和金发男直接看待 通常来说拥有如此强大的神力者 是无法成为剑气使用者的 更何况他使用的是英雄阿涅赛的蛇腹剑 这种剑术威力极强 但也是出了名的难学 但艾莱特使用的游刃有名 就算他说是阿涅赛手把手交的都有可能 他的实力已经不只是非同寻常了 简直是盘古开天以来的最强王者 这时艾莱特为了吸引头目的注意 故意大声朝他喊话 你真的一点都不可爱 你的主人竟然养你这种丑东西 那家伙的审美真是堪忧 果然面具被他气得勃然大怒 艾莱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要击碎头目的本体也就是这张面具 但直接攻击并没有用 乌斯克里亚是由无数幽灵组合起来的 即便被砍伤也会很快复原 所以他的目标是头目的脖子 艾莱特挥舞褶着蛇腹剑 趁着面具攻击自己是砍断他的脖子 在最后一个幽灵也被斩断后 系统终于提示 你已成功除掉地下城的主人 魔戒排名第711位的 恶鬼捕食者乌斯克里亚 得救的讨伐队员离开前 都深深地向艾莱特鞠躬致血 甚至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决定将以后的孩子也取名为艾莱特 他们虽然高兴了 但有人却勃然大梦 不久前创始严林平岛 艾莱特除掉头目的提醒后下了一跳 他怎么会出现在新手区之外 不应该在试炼塔内吗 对此艾莱特只能让他去问建筑师大人 建筑师主动翻出了详细报告书的木板 随后被穿越局的神明们拖去了听证会 就在众人着急感谢艾莱特时 地旁的祭司却不耐烦地抱怨起来 什么都没做还拖了后腿他 居然想奋一杯羹 艾莱特警告他回去后 最好一五一时地把自己闯的户报告上去 多注意平时的言行举止 否则小心背后有人捅刀子 艾莱特这番话让他迅速离开了现场 在其他人离开后 金发男单独找到艾莱特 希望他能陪自己去一趟瓦雷修塔宁里 艾莱特这才发现他就是雷文小公爵 可奇怪的是原著中 雷文是士官学校的第一名才对 这话被身后的雷文听得清清楚楚 艾莱特连忙解释自己不是有意诋毁 雷文点点头说到他相信 毕竟你是士官学校第一名普宁次的妹妹 一定跟他一样正直 面对如此软萌可爱的弟弟 女孩竟然动了杀心 甚至早就准备好了杀气 随时可以要他的命 在告别了雷文小公爵后 艾修被艾莱特单独留了下来 开门见山地问 你的暗杀任务还没结束吧 你这次准备暗杀谁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我不会让你离开的 话音刚落一把匕首就与艾莱特擦肩而过 艾修提醒他 威胁别人的时候要拿着武器才对 尤其是面对暗杀者更应该如此 看到这一幕的检察官立刻咆哮到 在他脑袋上开个洞 阿涅塞也叫艾莱特快点动手 把这个臭小子狠狠摔在地上 不等他们催促 艾莱特已经勒紧了手中的细弦 顿时在他脖子上划出一道血痕 原来他早就已经动手了 利用精灵王的竖琴弦布下天罗帝王 没想到艾修很快就举起双手投降 求艾莱特饶自己一命 原来他今天只是因为某个 平时言行举止不端的人来到这里 并且决定让艾莱特 见识一下报恩的暗杀者 承诺在自己死之前 不会碰他认识的人一根汗毛 听到这艾莱特松开的琴弦 将他送离洞穴后 艾莱特成功通过了试炼之塔第299层 虽然这一层打得有点辛苦 但捡到了超级有用的非卖品技能书 逆转不是被动技能 与吃人的敌人战斗时 给敌人造成致命伤的概率增加 这里到处都是可怕的敌人 安全起见艾莱特立刻学习前 和上书后他竟然直接走向最后一层 不顾创世炎灵的警告 推开了第300层的大门 系统提示他已经进入S级难度地下城 封印圣魔之剑的丘陵 没想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鲜红的草地 以及唯一的幸存者泰西利德 他刚回头身后就出现了一个恶魔 剑状艾莱特立刻冲上去倒下这一剑 脱口而出 他还没出生呢你怎么能杀了他 顿时泄露了天机 这里虽然是S级难度的地下城 但攻略方法却出奇地简单 只要选中之人拔出圣魔之剑便能过关 圣魔之剑在被选中之人手中 会变成最圣洁且威力无穷的圣剑 反之如果被非选中之人握住了那把剑 它就会变成最恐怖最残忍的魔剑 魔剑会暗暗在宿主体内生根 然后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而尸杀如命 这座地牢每60年就会出现一次 之前圣皇厅在数次攻略中都平和渡过 主要得益于被选中之人奥德利的表现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的后代伊利文 会代替离世的祖父成为圣剑主人时 意外却发生了 殿长却将机会给了太西利文 一直落后于太极利德的伊利文 心中很是不满 于是就在众人引导 被地下城同步波及的受害人避难 并开始扫荡地下城的幽灵骑士团时 伊利文把剑拔了出来 宣布自己才是这把剑的主人 但很遗憾他不是选中之人 没来得及避难的普通群众 和教团以以为傲的三个骑士统 以及稀少的治疗者 都在瞬间灰飞烟灭 只有男主太西利德活了下来 他不记得自己和伊利文打了几个小时 只知道一旦开始攻打头目 地下城的出口就会关闭 所以战斗结束前援军无法到达 就在他纠结要不要放弃时 一道光出现了 幸好他受伤很重似乎没听清内容 艾莱特让他先休息一会儿 自己转身对付面前的头目 虽然艾莱特已经实力超群 但打出的威力还是太弱了 普通的伤势根本奈何不了对方 只因那把魔剑有个让人头痛的能力 可以对宿主进行自我治疗 能将死人的鲜血当祭品进行再生 看看这里血流成河便知道他没少吸血 这意味着宿主可以重生好几百次 所以光是刺伤根本没用 必须砍断他的双臂让他无法拿剑 艾莱特看准时机斩断了他一只手臂 但就在他准备继续攻击时 对方竟然改变目标冲着泰西利德冲去 幸好他只是虚晃一招迅速逃跑 不过就算他再怎么跑也跑不出地下城 艾莱特决定先帮泰西利德疗伤 有了之前学习的被动技能影响 艾莱特为他治疗的效果增加了四倍 这时艾莱特才发现自己虽然受伤了 却根本感觉不到疼 这才意识到是泰西利德 将伤势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他在生气的同时 也非常清楚泰西利德的善意 责怪的话最终还是变成 你一个人称到现在辛苦了 听到这句话他十分欣慰 竟然昏倒在艾莱特的肩膀上 艾莱特将用得上的药剂都为了一遍 但由于他之前硬撑了太久 身体损伤严重一直昏迷不醒 根据原著中的剧情走向 泰西利德被魔剑宿主捅了一刀 但由于避开了要害 所以活着等到了救援军 但现在艾莱特十分担心 自己在那个瞬间介入其中 是否会导致泰西利德的剧情发生改变 主角在拥有重生能力前就挂掉的话 这个世界会因剧情的扭曲而产生异离 从而带来巨大的灾难 艾莱特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男人每次出现 都会伴随着天色怪象 原本晴朗无云的天空 顿时被红到发黑的氛围吞噬 闪耀的太阳也被滴血红月挡住 艾莱特只看一眼便知道 这是魔界排名第二的沙奈洛魔王 卡尔佩奥斯出现的象征 泰里也意识到这是魔王领的扩张仪式 看来有人向魔王献上了活祭品 可在地下城内 算得上是祭品的就只有魔剑的宿主 看来伊利温是把自己陷阱了 这样下去整个地下城 马上就会变成沙奈洛的一部分 卡尔佩奥斯会出现在此 想要终止陷阱 就必须一试完成前杀了伊利温 就在这时阿涅塞察觉到剑气逼近 连忙提醒艾莱特小心 他迅速反应过来使出水星屏障 挡住了已经魔化的伊利温 这家伙现在有了魔王的力量变得更强了 这种程度的剑气让艾莱特傻眼了 这不是他梦寐以求的以气欲剑吗 突然感觉和魔王递节契约也不错 伊利温见他们侥幸躲过一劫 还在嘲讽他们是赢不了自己的 他已经达到究极境界 说着就向他们展示 重生为剑胜后的力量 艾莱特和泰西利亚被剑气击头 发现根本破不了对方的气人 在不断尝试中被连刺数刀 可受伤的却只有泰西利亚 艾莱特这才意识到 他又用了归属的守护技能 正为他担忧时 阿涅塞提醒艾莱特小心 刚转头就看到几把剑正朝他射来 幸好艾莱特闪躲及时 现在的伊利温的确很强 艾莱特的剑气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既然如此他们只能改变进攻方式 两人互换眼神 泰西利德突然上前挡住伊利温的攻击 对方正奇怪 这个最弱的家伙竟然还敢掺和进来 下一秒就发现远处的女孩 正在使用神力降临神法 这种雕虫小技对拥有魔王力量的伊利温 简直就是毛毛雨 但艾莱特的目标并不在此 而是希望用神法削弱他的剑气 并在那无把难缠的长剑中 保护泰西利德 看到自己的剑被逐一打磨 伊利温意识到不对 推开泰西利德怒斥道 都死到临头了还挣扎什么 可仔细一看泰西利德身体好得很 刚才受伤的伤口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他这才意识到那个女人是治疗者 艾莱特摇摇头 我可不是专门的治疗者 随后使出了对邪恶存在百发百中的技能 段恶 果然这招让对伊利温有效 他意识到必须要先杀掉那个女孩 挥舞着长剑就要越过去 但泰西利德根本不给他过去的机会 伊利温发现 不论如何劈砍他的伤势都会被迅速制定 最重要的是他根本磨灭不了 泰西利德不屈的斗志 火冒三杖下他怒吼道 我要把你们两个碎尸万段 却没有发现身体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看来对段恶对他有效 为了彻底将他消灭 艾莱特使出了究极技能 清爽的纯光 这束光能却能穿透邪恶的人魂 加速他体内破裂的速度 在伊利温疯狂的吼叫中 他的身体不断碎裂 逐渐消散 天空也恢复了往日的光辉 艾莱特走上前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 你的双手已经没了你再也握不住魔剑 但固执的他还在叫嚣 圣剑是他的不管他们多眼红 教国的英雄都只会是自己 而不会是那个乳秀未干的卑鄙孤儿 直到身后的泰西利德缓缓开口 你的遗言说完了吗 不等他回答直接挥到一凯 让他人头落地 系统发来提示恭喜您除掉地下城的主人 魔界排名第559名的 成为魔王活祭品的魔剑宿主 但封印圣魔之剑的丘陵 将归地下城讨伐者泰西利德所有 艾莱特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被抢人头了 来不及庆祝 现场突然被飞沙走时包围 他们清楚地听到魔王卡尔佩奥斯在说话 幸好他们在魔王里完成扩张之前 就干掉了伊利温 比起是不是比在异教屠商 屠戮人类要轻松多了 艾莱特知道那段剧情 是泰西利德心中的痛 为了阻止魔王的遗事 他不得不亲手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 正因如此他十分痛恨卡尔佩奥斯 艾莱特站出来质问他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 对方大发慈悲地告诉他 他本想把那把魔剑献给即将利临的内容 你们这群家畜好好期待吧 略说马上降临人类世界 到时候出生的混沌恶便会清零 你们就在敬畏之中迎接这个世界的灭亡吧 说完对方啪的一下直接下弦 留下泰西利德在墨喃喃自语 他所说的出生的混沌恶到底是谁 艾莱特劝他不要把魔王的话放在心上 眼下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圣魔之剑上 泰西利德点点头走上前一把拔出圣剑 魔剑被选中之人拿起后立刻得到净化 泛着圣洁光芒的洁白剑身 还有蓝色的方形宝石 这就是拥有衡量善恶的天品 含义的圣剑利伯拉 幸好这把剑没有变成魔剑 但既然头目已经消灭 又到了他们要分别的时候 女孩花了三年时间 通关了一整座试炼之塔 准备结束自己的新手教程 却在最后这天突然摆烂 就在艾莱特打败了地下城头目后 他拜托泰西利德帮忙打开关闭之门 承诺在他忘记自己之前还会见面后 依依不舍地互相告别后 刚出来就收到系统提示 成功征服了整座试炼之塔 创始严林为他晃动的手服 其他神明也在不断鼓掌 就在艾莱特以为 三百层的奖励一定超级炫酷时 神明们却心虚起来 并不是没有给他准备奖励 只是没想到他攻略速度这么快 艾莱特只好静静等该礼物完工 盘测着到时候再坑他们一个 延迟发放奖励的补偿 这时系统再次响起 创造经济管理者决定 亲自来处理这件事 奖励了一张VAP积分商店使用券 和十万积分 这是只有在现金商店 消费一百亿的冤大头 才能得到的入场券 每消费十万现金才能累积一积分 这么难得的东西一看就是个宝贝 艾莱特非常满意 但这东西现在还用不了 得等到下个月大规模更新的内容上线 不过艾莱特还是向运营总监道歉 这份礼物他十分喜欢 现在开始就要为下一步做准备了 在通关试炼之塔后 为了应对援助中的内容 艾莱特做了几点准备 首先他要离开家很长一段时间 于是对父母说自己要外出修炼 但他离开国局府的话 就没人打理地下农场了 于是他将父母带到地下农场 向他们坦白了农场的事 让他们帮忙照看 这样收获草药和生产罗德药剂的事 应该不成问题 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两封信 一封是写给外公告诉他自己外出修炼 需要一些东西麻烦他帮忙准备 另一封则是寄给在首都工作的比安卡 最后艾莱特又做了一堆药剂和料理 通通塞进了包里的压工间 现在回想起来漫长的新手教程 虽然每一天都非常辛苦 却并不惊险 不仅有为穿越者准备的福利 还有许多很好的人陪在身边 所以他才更想守护这里 等到新手教程一结束 他就要踏上保护这个世界的旅程 为此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时他听到女仆们说 明天卡特莱雅主教就要来了 明天是新年第一个月朔之日 这也意味着重要的日子即将来临 隔天早上阿涅塞像往常一样 准备叫艾莱特起床接受训练 一向打了鸡鞋的他 今天却躲在被子里不肯起床 阿涅塞觉得他今天特别奇怪 还以为是生病了 但艾莱特却说 今天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用 因为今天会有贵客到访 就在这时门外的管家和女部长恰好在说 大夫人已经到了 艾莱特立刻起床去打了个招呼 艾莱特之前就告诉过主教 他的好朋友就在吊坠当中 在帮两人叙旧后 阿涅塞再次提醒艾莱特去训练 没想到一向勤奋的艾莱特 却还要偷懒准备去看小说 两人一直在屋顶上看到深夜 突然天空中出一枚闪耀的亮光 系统也发来提示时间到了 艾莱特立刻起身 目光面色严肃地看向远处 终于来了 他随即抬手召唤出排名 得知现在的排名是第七名 看到他这副严肃的面孔 阿涅塞只觉得太奇怪了 艾莱特却说是早上提到的 贵客就要到了 阿涅塞一直以为贵客指的是大夫人 艾莱特摇摇头提醒他 你还记得不久前卡尔佩奥斯说过的话吗 在越说那天出生的混沌恶便会清零 没错他来到这个世界了 就在这时系统显示艾莱特的排名下降一位 随后便紧急通知 即将调整所处世界的难过 跋破夜空而出现的新存在 就是毁灭世界的最终头目 片刻后系统显示调整完毕 他所处的世界难度升级为SS 艾莱特随即召唤出神圣降临的力量 瞬间一束圣光直冲云层 看着光亮的方向出生的混沌恶 嘴角滑起一道微笑 对这个热烈的欢迎方式表示满意 这是创世炎灵给他的秘密超凡技能 可以大幅提升能力值和技能等 是个金手指技能 没使用神圣降临前 他的排名是大陆第八 使用之后艾莱特的排名立刻出现了变化 从第八名一路飙升到了第二名 十年的魔力竟然还是没有达到 可以战胜最终头目的力量 就在这时阿涅赛突然发现 周围的天空有点不对劲 看到系统疯狂提醒错误 阿莱特立刻告诉阿涅赛 从现在开始会出现很多诡异的状况 因为这个世界出现了故障 您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这么关注泰莉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原因 其实她是个重生者 也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阿涅赛听后一头雾水 但时间紧迫艾莱特继续说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只有主角不断重生 才能维持的重生世界 按照原来的剧情 泰莉会在三个月后开始重生 但现在重生世界出现了故障 主角处于无法重生的状态 也就是说主角死了 说完这句话后 阿涅赛在一睁眼 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艾莱特的房间 而且这明显是早晨经历过的事情 时间倒流了一天 艾莱特告诉她是因为 主角在可以重生之前就死了 所以回到了死前的时间 而杀死她的人就是魔王口中的 出生的混沌恶 她虽然拥有魔神之力 但是个人类 她希望世界灭亡 并且拥有能灭亡世界的强大力量 就连拥有神圣之力的艾莱特 也不是她的对手 她还在一日内 连续做了七次噩梦 次次都被一神秘男子刺杀 而且手段一次比一次狠 陌生的违和感给她带来 毛骨悚然的痛苦 让她很想寻求帮助 可能就她的人此刻却不在身边 但她不知道艾莱特此刻 也感同身受 只能靠训练来麻痹自己 终于在第八天早上 迎来了新的一天 这天叫醒她的 不是阿涅赛的训练号 而是闪耀夺目的系统提示 穿越者辅助系统升级完毕 艾莱特立刻确认更新内容 发现原本免费提供的 暴力审查屏障 现在都变成了收费的功能 在腥风血雨的SF 及世界里必须安排 艾莱特果断购买 继续查看更新目录 发现还新增了 穿越者聊天室功能 她好奇地点了进去 刚登陆聊天系统 就立刻弹出 爽文爱好者的霸品 没想到是这么正经的聊天室 看来这些人 都和她一样是穿越者 估计也和自己一样 突然来到陌生的世界孤军奋战 艾莱特正准备 也加入其中打个招呼 突然看到一群 团宠文的人在凡尔赛 瞬间将聊天室丢到了一边 凭什么别人都能团宠 就我不能 严林只能劝她放下执念 看看还有什么更新的内容 她这才想起来 期待已久的VIP积分商店 终于上线 艾莱特拿出通关试炼之塔 后拿到的奖印 商店使用券和积分卡 系统提示 她已经成为薄金冤蛋头 艾莱特看到面前 突然出现了一张木门 好奇地走了进去 却发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空间 而一同跟了过来的阿涅赛 也被这种建筑风格吓倒 继续往前走 就能看到一个显眼的招牌 VIP商店各种神圣道具 高价收购低价促销 这个标语似乎标示着 这是家黑店 这时创造经济管理者 让她不用担心 这只是个在神界边界的杂货店而已 这时杂货店的老奶奶突然出现 看到艾莱特后感叹 没想到今天已经有三位客人了 快请进吧 这里是VIP积分商店 当进门老奶奶就问 艾莱特准备了多少钱 得知她只有十多万积分 老奶奶立刻给她推荐了一款名牌包包 这里面有3300平方大小的亚空间 立刻俘获了阿涅赛的心 艾莱特却看上了一款眼镜 戴上就能拥有生死眼 又看上一款手表 可以回到一次制定的时间点 艾莱特正准备买下这个 目光突然被布满灰尘的角落吸引 她拿起架子上的储存卡问奶奶 得知这是重生者专属道具她用不上 偏偏艾莱特就要买这个 见客人这么固执 老奶奶虽然不知道 她为什么突然对存储道具感兴趣 但很遗憾的是她无法做这桩生意 因为这种道具已经停产了 而且她也没有库存 艾莱特手中那个只是店里展示用的模型 不过她这里倒是有一个没人要的二手货 可以搬家卖给她 不过她要自己去拿货 说着就将她送她去道具所在地 并提醒你一定要快去快回 随后艾莱特被一股烟雾席卷 送到了一个电闪雷鸣的地方 这里似乎是个地下城 除了电闪雷鸣外一点生气都没有 艾莱特被放在悬崖上安全着陆 系统立刻提示她进入难度未知的地下城 悬崖前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就在她好奇底下是什么时 阿涅塞察觉到附近的危险 系统也提示她正处于未知的危险区域 艾莱特才意识到此处危险 现在什么道具都不重要 他们快点离开这里比较好 可此时地下城的主人已经苏醒 尽管艾莱特又系统保护精神 可还是忍不住心跳加速浑身发抖 这说明她和对方的实力就是云翼之别 正准备逃跑时奶奶的声音出现 催促她赶紧拿了道具回来 艾莱特抬头一看才发现 想要的存储卡就在眼前 她来到悬崖边一把抓住存储卡 发现剩余次数已经不到一半了 但此时地下城的主人已经发现她的存在 幸好奶奶的烟雾及时赶到 回到杂货店的艾莱特仍然心跳不止 奶奶却笑盈盈地接过积分卡准备结账 艾莱特问她刚刚那座地下城的主人是谁 奶奶却一脸疑惑 你说什么呢 那座地下城是空的哪来的主人 说着就把找零钱找给她开始送客 等艾莱特回过神来 发现已经回到自己房间 虽然很好奇刚刚那个洞穴到底是什么地方 但看到手里的存储卡后她突然尖叫 她花半价买了只剩小半次数的二手货 应该让奶奶再给她打点折的气死了 几天后艾莱特整装待发 终于迎来了去外界修炼的日子 她依依不舍地和爸妈道别 在踏出伯爵府后系统发来提示 地物教育时间结束 从现在开始她的行动范围不再受限 所有地点的生存难度 都会恢复成SS级 创始严林也为她献上了鲜花 恭喜她从新手教程中毕业 以连通园主第17次重生的时间线 艾莱特被传送到了泰莉重生的绿墙村 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敲响了荒废已久的教会钟楼 将村民们都聚了过来后 叫大家都到教会里来集合 众人还在奇怪这个小姑娘在做什么事 背后的山坡上突然出现爆炸声 这是第17次重生的第一个事件 也是原着重旧式的开头 故事才刚刚开始